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 那個哲舞的活動是講現代史 那今天這個題目啊 其實我們算是 喬的有點久 因為我 我原來講的題目是 跟黑箱交友有關的 本來是要講純粹就是心事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 有關這一方面的題目啊 都是 我覺得題目大家不用太在意那幾個字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講現代史的所有問題 應該這樣講 那因為如果寫現代史的所有問題 有的人就 就不會注意這個題目 所以我覺得題目可以把它忘記 因為我覺得每次 每次舉辦這種 演講的活動到後來 或者說都會 你回來回想 你會覺得題目跟 跟講者講的內容好像也不太近 所以如果你 你的關注點是黑箱教育的話 如果你會失望的話是正常 我覺得 因為通常 通常題目跟講的內容的話 都會有點招肩這樣 那我 現在講一下都是我自己跟 這個現代史的那個 接觸的那個經驗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修一堂那個現代史欣賞 然後呢 那個老師叫做雅璇 雅璇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 因為一個比較老的私人 但是實際在上課的並不算 他好像 他是 他跟另外一個老師叫白玲的 他們是 白玲有聽過嗎 就是他們兩個是 一人 就穿插著上課 所以 那一堂課是兩個老師 然後可是我上了一學期以後 我其實有點忘記 到底那時候講的什麼 我現在 我今天早上還在想這個 後來想到後來就是 只有一個印象 就是他要講到陌生話 那可是這個理論 可能又太那個了 總之怎麼講 就是 我稍微講一下 現在那個我回憶起來的 那個 我的心思教育的那個 內容 他所謂的陌生話 陌生話的意思就是說 詩跟一般的東西 不一樣的地方是 詩呢 他就是要寫的 很不像一般的東西 他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要認 你要認可 這一段文字是詩 或不是詩的話 他的標準是 你要跟 我們平常的經驗不一樣 所以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 心思 那種句子很奇怪 他是故意的 就是他們那個理論 照那個理論的話 就是故意的 就是 要讓你覺得這是一首詩 但如果你寫得太 太平易近人 他們就覺得 那不是詩 我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候我受到的教育 就是這樣 那其他的內容 我都忘記了 然後 然後 可能 就是說 你在受這個教育之後 你真的會被影響 比如說 我在那個介紹裡面 有講到那個 席木龍嗎 那因為我 我很久 大概很久以前 有一次有一個學姐問我說 你覺得席木龍詩寫得怎麼樣 然後他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當場的反應是 那個算詩嗎 我的反應是這個 所以我可能真的有被那個 教育影響吧 然後呢 過了很多年以後 到現在我再重新去想這個問題 就會覺得自己那時候很可笑 就是說其實詩可能我們 都把它想得太 就是說 什麼叫做一首詩 或者說什麼叫做一個好詩 或者說什麼叫做 現代詩 就我們 會有一個自己的標準 但是那個標準 可能是別人告訴我們 比如說我那時候就 學了一個叫莫神華這樣 雖然我 聽那個課的時候 覺得那個東西很好笑 可是我還是被他影響 就是我真的在去讀詩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 這個寫得太白話 這算詩嗎 那如果我會講 就會說 那應該算是賞文 一個斷句的賞文 可能會是這樣想 覺得他不是詩 所以 就是所謂的 現代詩 或不是現代詩 這個 有一個這個爭議點 但是後來我就是 等到隨著自己讀的東西 越來越多 就慢慢發現說 其實真正好的詩是 他要寫的 很白話 很好懂 但是你還是覺得 他是個詩喔 這才厲害 對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那 今天呢 我們請到的這兩位 都是算是 呃 要講業界嗎 就是業界那個 惡名昭章 還是什麼 業界惡名昭章的兩位 他們講得很精彩 那我就不要講太多 就是接下來就是由他們來 那個 主演這樣子 那我就請我們第一男主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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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那個六月底的時候 剛離職 所以現在正準備要找新的工作 那我之前的工作是在 紀州安文學森林當行銷企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紀州安 有 有的人點頭 有的人放空 沒關係 就當作很多人知道 好的 所以大家會知道我的工作跟文學有關 那我是做行銷的 那其實我跟旁邊這位那個 許賀 他其實不姓許 那沒關係 姑且叫他許先真 我跟許先真認識也差不多快十年 那一開始我們是做了一些跟詩有關的出版 尤其是自費出版的部分 因為許賀有成立一個出版社叫做角力 那角度的角 然後力是力正的力 不是那個角力比賽的角力 我們經常被出版社寫錯 那 那就是我們一直在關注現在事實相關的事情 其實已經很久了 所以說今天這個議題對我們來說 算是我們的 十幾年來都一直在關注 可能對許賀來講更久了 因為小弟我那個今年是30 快滿31 我是1984年出生的 那許賀差不多大我快十歲 對我們不同世代 所以我們看詩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待會也許我們在台上有一點爭論 OK 那 我先問大家幾個問題好了 幾個問題問下來可能會覺得有點蠢 但我覺得還是得問 第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人不知道現代詩沒有聽過現代詩的 有嗎 有沒有 其實說實話 如果有的話我也不意外 因為我當兵的時候 有一半的沒有聽過現代詩 就是我在 我是在那個 我是海軍陸戰隊 我在烏丘服役 然後其實 我感覺的 感覺的出來 今天現場的很多朋友 基本上應該都學得很不錯 應該起碼就是有那個大專大學 或者是國家未來的棟梁 對我看到 幾位非常優秀的學生坐在底下 但是我們在軍隊裡 我遇到有很多人 他們不見得是知識分子 他們對這個問題是很遙遠的 我深信他們就多數了 那他們有很多 就是我朋友就會 那時候我一個同梯的就跟他閒聊 我說有沒有聽過現代詩 因為他先問我說我的戲劇 有時候會寫詩或幹嘛幹嘛 然後他就說那是幹嘛 我說你有沒有聽過現代詩 他說沒有 心思咧沒有 為什麼可能客人不是有教 我後來搞錯了 這是我個人的傲慢 因為我念的是普通高中 但對他來講的話 也許他那時候沒有學到 因為他根本沒有念高中 那可能在他的教會裡頭 是完全沒有這個概念的 所以我相信 我們今天談論這個現代詩 對很多人來講 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講這個 講到詩的時候 他們只會想到一個東西 就是床前明月光 李斯蒂上莊 詩類的東西 古詩、傳統詩 現代詩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呢 恐怕我跟許惠也沒有辦法 好好地跟大家說 我們只能夠從這個聊天的過程 希望啟發大家 多多回去思考 現代詩是什麼 OK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想問一下大家 第一次認識詩 現代詩好了 第一次認識現代詩 是從哪邊認識的 我分幾個選項好了 如果那個 詩的話 可以給我點頭詩意 或者舉手 好不好 你第一次讀詩 是從詩刊上面的 有嗎 可以取個小種嗎 太漂亮的取得 今天沒有人 他第一次讀詩 是從詩刊上面的 可見詩刊這裡有問題的東西 好 OK OK 我再問 報紙 第一次讀詩從報紙的 有幾個人 好 OK OK 第一次讀詩是從詩集 就誰看自己 有看到幾位朋友 OK 第一次讀詩是從課本上面 OK 壓倒性了 決定了 OK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把手放下來 這問題很重要 為什麼我要這樣談呢 剛剛主持人 我稍微破肯一下說 有沒有期待一次 今天要講一項教育 就是希望大家把期待 壓低一點 但 我覺得我今天還是會談到 我們今天還是會談到 我們今天還是會談到 有沒有跟教育有關的部分 但我們談的這個 現在式的黑箱教育 不是最近很夯的那個 黑心課綱的問題 不是那個 不在同一條線上 但是因為現在式的教育 其實一直以來都蠻黑的 呃 待會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還是可以稍微期待一點點 嗯 我在 我在差不多 四五年前的時候 有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網路上面有個問卷 那時候我跟一群朋友做一個網站 叫做好詩 那好詩裡面專門收入的就是 那時候我們在做一個運動 叫做詩的共同化 就是我們相信詩詩文化才智 就是它的文化文化文化 程度上是共有的 所以我們希望出一件事情 當很多人都不去談詩主詩的時候 呃 你就不用盡情地報出他說 這個東西我要買錢 這個東西是只屬於我的 是最好的 我們應該先想辦法 把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所以 我們希望 呃 我們就開始就說 那時候就是 剛開始比較有 比較多那種CC 就是授權的概念 它有分好幾種等級 所以我們開始幫詩做這個 如果有人願意完全授權 或怎麼樣 我們就在網站上面看出來 然後好詩這個網站 然後我們做一些調查 呃 這個調查是有其中 是第一次在哪邊認識現代師的 我得到大部分的答案 可能也因為在網路 會使用網路族群的人 大部分你都比較年輕啦 所以說的確有很多人 八成的人 都是從教科書裡面去認識現代師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對這個東西的印象 尤其第一印象 真的 這裡無可避免嘛 如果課本裡面告訴你 詩是這個樣子 以後你要再翻轉它 確實是有難度的 特別當你以後 身邊一直沒有人 要練談詩了 你也不容易在書店裡面 再看到詩了 你就算看到詩 你也不會對它去翻 你就算翻了 你也只是翻了 你也不會讀 你也不會記得 的時候 你怎麼翻轉那個詩呢 詩已經在你心中 變成一個固定的印象了 就像剛才那個主持人說到的 他被形式主義這個幽魂 給困擾了 不是困擾了 給影響了幾十年 可能從你大學的時候到 遇到許賀講師之前 都認為師是那個樣子 所以 詩的教育非常重要 尤其是教育書裡頭 於是我準備了一些些東西 我們這邊在場有些考生 所以 應該 應該不陌生啦 不好意思 我就是坐到電腦操作區這邊 來操作一下電腦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我們直接從教育裡頭去看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考試 可以轉到 我們大家就來回答一下這個 測驗好了 今天光發我本人都沒有把答案背起來 所以 我們來有一點時間做題 大家都看得到題目嗎 都看得到嗎 字有沒有開始 大家這個椅子都可以轉得到嗎 就 那種比較舒適的 那個後面的朋友 那個後面的投影機也有 我們看 稍等一下 那要轉 可以轉到後面直接看 OK 好 那前面的人可以多看一下 我待會就是會問大家 然後我會再公佈答案 那公佈答案不是重點啦 因為 答案之後還有賞息 我覺得賞息是重點 為什麼 他們會認為這個是答案 我們可以來談論這個答案到底合不合理 我也會請那個 那個 許賀也是我認識 做現代師的這些人裡頭啊 嘴巴最厲害的 我們來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答對 還有他怎麼解釋這個詩 來喔 選擇題喔 我唸一下可能後面的人呢 還沒看清楚 請第一位一選出台列順序之選項 頭白的入尾 有 像 把邪洋釣在江上 移 還拖著邪洋回去 臂 歸巢的鳥兒 丁 雙刺 一番霧 儘管是霹樂 也裝成一瞬的紅顏樂 除此留大白 秋晚的江上 A加E 丁 有樣子會混淆大家喔 就是那個大家還是自己看好了 怕大家被我唸完之後的人不知道在幹嘛 是真的有點麻煩對不對 當我們這樣唸出來之後他就 就真的有點奇怪 好問一下 全好了嗎?不要再做個考試 沒全好的人可以舉個手 大家再多看一下 這個公平一點 就是真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盡興啦 所以一定都有答案了嗎? 沒有答案可以舉手 舉個有答案了嗎? 我選的話幾次都沒有在裡面 你選的話幾次都沒有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答案最棒的 舉個有答案了嗎? 我現在猜狀況了嗎? OK OK 好 來 那我們來公開一下好了 選A的 舉手 A OK 四個人 B 哇好多人 好多人 算了 C OK D O 好 OK 那我 許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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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什麼? 我剛剛沒看到你 什麼? B 選B好了 你這個 你這個就是 從音調查出來之後 最好爬票的中間選民啊 你這個人真的是 我選最少的第一 最少的第一 最少的第一 好 他也是 好了好了 OK 好 這個是那個 這個題目是 那個 不是我一個人亂選的 這個是 民國83年推陣的題目 不好意思喔 跳到下一題去了 好 為了把答案蓋住 欸 怎麼反白不起來咧 好了 好了 呃 呃 欸 沒發現什麼 首先 我覺得我驗證了 就是剛才我一開始 就是還蠻冒犯的說 今天來這邊可能都是知識分子 只有知識分子會答對啦 我說真的 可是今天真的在場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知識分子 這個 這個我想大家不用否認啦 應該算是一個那個吧 呃 因為我這邊選不起啊 啊選了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答案B 是為什麼 我知道今天現場 就是底下可能有學術界的朋友 或者對詩比較有認識的朋友 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 他說 此詩需要調整你的順序句子 共有六句 不動的只有一句 不動的只有一句 我覺得這實在太厲害了 就像我們在看推理小說的時候 哈哈 哈哈 他一開始就告訴你說 呵呵呵呵 這個最後迷你要揭曉的時候 他告訴你一個 這個不存在的條件 根本一開始 脈絡裡面沒有出現的東西 你到底是怎麼看得出來 他不動的只有一句的 呃 因此 要從不動 好 這好玄啊 我來領悟一下 也裝成一順的紅顏之旋 之前哪一句最順暢 你把六句念起來之後 他就說了 頭白的蘆尾才是順暢的句子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其實也很想就是 也很想就是想說 為什麼鳥兒不可以在蘆尾前面 為什麼一定是蘆尾在 不好意思 就是 人緣答案是B嘛 是釘在前面 對 為什麼不能是蘆尾在前面 而是鳥兒在前面 為什麼不能是頭白的蘆尾 呃 就是 就是他可以去接 把血量掉在獎賞 現代詩 大家如果 有印象的話 我心裡 我心裡面一開始 遇到現代詩的時候 其實蠻開心的 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他告訴我們說 現代詩是沒有隔離的限制 然後 他沒有限制 他就是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我們已經遇到選擇題 就有限制了 然後他告訴你這是標準答案 可是他不告訴你沒有限制啊 這是什麼 這叫雙重標準嘛 對吧 應該不陌生 順不順暢這件事情呢 我個人認為是很鬼怪的 我可能也會跟許和一樣 選不出答案 因為我要的選項 就在他的底頭 我很有可能順序是整個跳著的 這個跟你會不會顯示沒有關係啊 我個人認為 不見得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這跟你做題的技巧跟豐富 經驗豐富 可能蠻有關的 因為我也曾經就是考過了 考過去 那我是那個多元路學第一屆 所以那時候算是現代詩正康 我看我後面學弟變得很辛苦 一本題庫啊 都是現代詩 崩潰了 一本題庫都是現代詩 我相信好這一定很焦慮啊 你不知道這個問題庫的答案 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上去做題庫 題庫越出越多 版本越出越多 的時候 如果你有時間你來幫我做 我會做老心臟小 所以現代詩 他變得選擇體重 變得有點奇怪 因為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說唱 而且 說實話 你一首詩 一首詩你可以只看一段嗎 如果說 你今天只從一段裡面去排列他的順序 這對一首詩的理解到底有什麼幫助 這個問題讓大家想一想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第二題還是排列 第二題還是排列 我們這次可以速度快一點了 我怕我耽誤太過時間 OK 來大家看一下 八十四年推陣 八十四年推出 三十四年推出 四十四年推出 OK 大家都選好了嗎 還沒有選好的沒關係 想多看一下舉手 選一選好了嗎 選好了 主持人選好了嗎 OK A的舉手 我舉手了 OK,B的舉手,C的舉手,好像稍微多一點,D的舉手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好像大家意見有點分歧 這感覺就是不管選上誰,大家可能都會不太滿意 OK,就讓我們來看看標準答案 3C耶 好了,不多做解釋了,大家會不會覺得選順序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換個問題好了,換個問題 覺得這個解釋,你不能接受的人舉手 你不想接受這個解釋,你不喜歡這個解釋的人就舉手 你不喜歡這個解釋 那第一題的解釋呢,不喜歡的人可以繼續舉手 也不喜歡,因為這麼多人答對 可是有的人,可能有的人答對的人不喜歡這個解釋 好,OK 這個就是選擇題的限制 這就是把師拿來考的問題 因為他只有是非 但他又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剛剛一所審議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有些事很厲害,你看得懂還能夠影響你很有感覺 現在還有沒有人在讀詩的,底下的朋友 喜歡讀詩的,會關注一些師傭 會說,欸,蠻多了,太好了 我以為今天買很多都是讀詩耶 早時候再試起來賣一個可惡 把你撕過來的,往下 為什麼你們要讀詩? 為什麼? 這個一個一個講可能時間來不及 我現在講的想法 因為是很自由 有些是感動的 我覺得他很屌,我覺得他很酷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選擇了一個你不能接受的方式 你會覺得你很屌很酷嗎? 你會想要去接受他嗎? 而且當今天如果考試是一本題庫的時候 你會喜歡現在詩嗎? 我實在很擔心就是 我們的下一代會被考試給你現在詩月月 這說起來非常奇妙啊 剛剛有很多學家朋友都舉手說 欸,有聽過白領 太神奇了,跟白領床到底詩的你們可能很少聽過 你們大概聽過蕭蕭也聽過白領 很眼熟,很噁熟,為什麼 他們變課本了嗎? 你們看過白領的詩集嗎? 你們看過蕭蕭的詩集嗎? 沒有,不要吼 這真的,我也沒看過,不好意思啊 可是我知道他們變教科書 那是代表什麼? 我要講一個大膽的推論 這個推論我待會兒會再解釋一下 跟徐赫的奧品好像會混在一起 我覺得詩人可以不用寫詩 反正你們也不讀 你們讀的是考題 你們讀的是一首次給你的刻板印象 你們電聽出來的是那個東西 但是你們認識詩人 所以詩人可以不寫詩也成為詩人 我覺得很合理,非常合理 因為詩人成名的時候 他不寫詩幾十年號牌是詩人 不會有人把他從那個位置上拉下來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啦 為什麼會有黑箱教育這個東西? 因為專家也不是專家 你們不會去評判專家 到底這個時候也要把他拉下來 就像我們認為 現在詩的詩人 到那個位置之後 成為詩人 所講的話都有道理 他選出來的一定都是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一定是他標準的地方 一定是他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應該是腦土 腦土詩一定不好動 一定就是長得 呃... 我不懂也沒有關係 可惡 可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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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拿錯了 怎麼辦呢? 那時候我承認自己笨 承認失禮過我很遠 我這樣講會有點太... 太那個...太...太激勁了 或者是... 大家不太能接受我的說法 如果不能接受我的說法的話 都貼在這篇 不好意思 呃... 待會兒去砍考試的問題 我們再往站看 時間有限 我們跳過...跳過那個順序 跳過順序 不好意思 仰夢再見 好 欸...好 欸...這一題我個人認為就那個了 欸...都... 欸... 我把它... 每一個題目都有嗎? 幾乎都有對不對 都用到辣寫到爛了 都寫到爛了 好啦... 大家應該都看完了吧 A的舉手 B的舉手 C的舉手 啊...這全部都選D啦 真單選D啦 沒有那個的意思 欸... 嗯... 對啊 為什麼我公開大家都看過 因為老師不知道怎麼考嘛 這種東西一看就知道 答案是這個的東西 當然就是選進去 它不會有什麼爭論 它比起有順序的那種詩 還要來得... 好...好... 它真的多了 對吧 如果我是老師的話 我起碼會出這個 表示你上課有在聽 你至少知道作者 或是他的背景 或他的性格是誰 我覺得這個節目可以 我覺得這種節目好像可以 讓你稍微認識一下 表示測驗你到底上課有 有沒有在聽 但不代表要你把你手指都背下來 那種順序 要你去回答順序的人就是 我覺得他們就是希望 大家遇到所有的詩呢 都要把它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然後學會都要倒背 乎乳的狀態 我個人認為這個 教育並不是很好的方法 至少對於現代詩來講 並不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我們剛剛看了幾個經典的題型 我們這裡今天那個 哲學... 哲學星期五補習班 來看到幾個經典的題型 有其中一個排列順序 是大家很常看到的 我們先來看舔空 不好意思喔 跑掉我看一下 OK 來 給大家一點時間 正午的沙灘佐藏 發射風 遠風到海邊閃亮平靜 如藍色的匕首 真想叉叉那燦爛的奇蹟 哈哈哈哈哈哈 請問到前路 A打破 B切開 C窗爐 D窗爐 蛤 我話像窗爐吧 86年推征 成立的施遠方 OK 選A的 舉手 打破 正常打破那散散的 你幾幾 欸沒有人要去打破喔 欸有看到一位朋友 OK 選擇B切開的舉手 哇好多人切開啊 好 請放下 C衝出的朋友請舉手 OK 闖入的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好了 該不會自己你們也做過吧 各位觀眾 答案是B 沒錯 為什麼是切開呢 對 不好意思喔 叫太快了 來 那個 把抽象筆記 用最具體的動作呈現出來 屬於轉化球詞 所以切開是最好的選擇 哇 有人反應著 其他不是轉化嗎 沒有 一點點沒有 蛤 沒有嗎 他說 有幾個是 因為是後面 喔喔 不好意思 因為我已經提到筆手 所以切開是最好的原則 欸 我們剛剛講到你們都陌生話嘛 請問筆手能不能闖入 筆手能夠闖入算不算是屍 我個人也算啊 因為筆手很主動嘛 可是我很迫切啊 我就是要闖入 我不要切開 他為什麼切開太文雅不符合我的心情 能不能闖入 我明明要闖啊 分數就扣掉了 現在是很自由的 現在是應該很自由的 看看考試板開始變成什麼樣子 OK 下面這一題 我把它往下拉一點點 我把它整頁模式 這個是理論啦 理論 下一頁有關現代師的敘述正確的選項式 這題複選 複選 複選喔 來喔 來選喔 因為複選那個 要回答太複雜了 一個一個回答 所以 大家如果看完題目 心裡有答案的 我就直接公開 下頁有關現代師的敘述 正確的選項是 A 現代師又稱心出自民國以來白化師的統稱 這個應該 沒問題啦 我記得他是這樣講的沒錯 因為那時候我都搞不清楚 現在師跟心思 為什麼要分離 反正他們兩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課本當年的冠底 這樣 所以我會選 A 現代師是他閃門 複雅的回學形式 不押韻也不講究 身孕頓錯 我很想要選 B 但是我知道一定不行 因為會有人說 那這樣子我做現代師跟心思 有什麼兩樣 這樣的話就會得罪我先老師了 所以不行 不能選B 不要讓我生氣 C 象徵是現代師的重要特徵 C 00 不繫之周中的不繫之周 有失誤的私人最大的 我如果沒有讀過不繫之周 我怎麼知道是 也是私人到三個月之中 所以這個東西我都不知道選了 這是我比較猜的 如果我有一枚硬幣 我就會選 正面是要選 B面是要選的 或者如果我有一枚 一個鉛筆 它是有六面的 我這樣可以寫123456 如果大號就選 小號就不選 通常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選好了 C我選 正仇與錯誤中 窗飛、窗尾、柳旭等不同的意象 皆可被視為失蹤過客形式的象徵 這是我被迫 我答答到馬蹄之美的錯誤 不是過客 窗飛不想什麼蛙哥什麼東西 呃... 好就選次了 ACD 現在師坦只有成了一枝幾乘兩種主張 前者比重是對西方師封的學習 後者強調在中國文學的 巴拉巴拉巴拉 錯誤在師封上應該是接近於後者 讓我想想 我覺得 我知道前面那兩個東西 而且前者主張對西方師封的學習都沒錯 這個選項陷阱在最後那一句 正仇與錯誤在風格上 上瓶接近於後者 後者是什麼東西 他寫 中的七成嗎 呃... 好吧 假設他是友好的 因為 因為感覺就是正投於 你不能這樣說 人家是去美國念書 然後我選到的 好 那我的答案是 ACD 身體的那個答案有點 有點長喔 因為是複選 A.C.E. Deep Shift 好 我們把它全部放出來 讓大家看 這應該不是我換個鳳之音嗎 呃... 好的 欸 有沒有能答對的先問一下 只有一個人嗎 兩個人 真的不要客氣 有沒有能答對的 三中二 不好意思 這個也不錯 有沒有可以扣分 好啦 發現那個 我已經忘記怎麼算分的了 好像是...好像... 這樣會倒破對不對 我也被倒破了 NICE 因為我們選到錯的了 呃... A.E.應該沒什麼問題齁 B.寫說 大部分的現代詩巴拉巴拉巴 但他不能說是閃門的分行 因為現在是強調詩 中有詩的素質 這個簡單講就是說 他相信詩是獨特的 你不要把我們詩跟別人家的閃門 混在一起啦 這個...這個...這個政治上 應該是這樣講的沒錯 C.正確 四文到六七 D.穿那個...是... 魚子堅針不移的形象 好 我完全忘了這個... 他是有其他女子的部分 E.的部分他寫說 完全正確 對啊 他的解釋在哪裡 這跟給我D大於B有什麼差別 好的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呃... 最後一題是... 有點跳過去 對 對 好 確定 沒問題 對 你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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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一題 我想當一個有趣的人 讓其他人笑 用力笑我們 笑你們自己 笑到忘了仇恨 包括因為沒有吃掉 那些過期的食物 有感到後悔 會有一點點罪惡 這是沈家瑞的詩作 不好意思 是我本人的 這題目不是我書的喔 我想作為一個有用的人 就是我的詩題 這樣算打書嗎 不好意思齁 請問下一題哪個選項的意思 和這個詩沒有關係 我先澄清一下 這個詩他背後是有故事的 這是一個朋友 我是詩人 他出的考題 他要出給學生 不是一個不懂詩的人喔 是一個懂詩的人出的 來 請大家看一下 他出給補習班學生的考題 你們會選什麼 哪一個跟這個意思無關 A 詩人希望社會是相和的 B 詩人希望自己帶給大家快樂 C 詩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忘掉仇恨 哪怕是尾部主導的 D 詩人希望大家珍惜食物 好 選A的請舉手喔 單選單選 不好意思單選單選 無關 只有一個他覺得是無關的 無關 無關 選A的舉手喔 沒有 有 有 好 不是 我看起來很憤怒 所以我真的 現在 好 那個 B 選B的舉手喔 希望帶給大家快樂 好 好 無關 OK C 詩人希望大家都可以忘掉仇恨 覺得無關 真的是無關 也有人舉手 D 詩人希望大家珍惜食物 好 多人都舉手了 好的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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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他真的會答題喔 那個 出這一題的人呢 出完之後馬上在臉書上丟我 問我說他覺得出的 問我覺得他出的怎麼樣 我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 覺得都可以 這首詩是我寫的 我可以講吧 我可以講一下 我寫這個東西 的想法 對不對 我那時候是真的有個時務 快過期了 所以我其實很難說 食物跟這種事沒有關係 我其實覺得都好像有關 我覺得好像都有關 可是 依照他學院的訓練會覺得 他的理解覺得 我的食物只是一個比喻 不是真實的 講到這邊 有沒有一點似成相似的感覺 詩一定全部都要是比喻 而且是轉化的 象徵的 而不能是直接的 發現背後一致性的脈絡了嗎 發現的對吧 好 那我其實好像也不用太解釋什麼 這個是那個我2013年在豆點文章出版的詩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我想做一個 我想做一個遊遊客人這本詩集 但是這首詩是我想當一個遊遊客人 差一個字 我覺得詩拿來考很詭異 那其中有一首詩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有趣 它被拿來考了 這首詩是一個朋友 崔香蘭 他的作品叫麻類的米 有聽過嗎 大家有看過這首詩嗎 沒有都沒有都沒聽過 這表示一件事情喔 今天來現場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從 沒有一個年輕的學生是從機制體系出來的 你有聽過 沒聽過 你唸書的時候是 你在唸那個高職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現在還在高職 那可能剛好你們學校沒選到這個版本 因為它是專門給 就是他們的課本不一樣 跟土同課的學生 崔香 馬類的米 你自己來講 這首詩我們來看看香民怎麼講好不好 請問我要怎麼樣 請問我要怎麼樣 擴不手擴對 擴對我起 擴對我起 擴對了 還要寫 我要先澄清一下,我們是要替李某某的作品不好 我們來看看鄉民的反應 鄉民說鄭仇宇跟楊范這些大師請喝一看 楊范是被火車撞死那個對不對 我想他應該還不會知道 鄭仇宇可能有機會看到 馬類的筆有沒有知道他在寫什麼 自己回去Google好了 這首詩呢看起來蠻可愛的 就是講馬類的筆 筆筆筆 筆筆筆 然後他還有編成一個 因為鄉蘭他是做音樂的 他老闆是菲兒樂團的 菲兒樂團大家知道嗎 他有代國 因為菲兒樂團這幾年好像沒有什麼在出唱片 菲兒的阿慶 所以他的那個 詩音樂性都很強 他還有出一張CD 就跟他的詩集放在一起 而且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是山民的那個出版的那個介紹 還有寫說 崔家嵐的詩因為太好懂 所以絕對不會被選進教科書裡面 沒想到就被打臉了 那因為這首詩他看起來就是蠻可愛的 如果大家有回去Google看到的話 就是好像有點童趣之類 那 我有看到有個老師的解釋 就是說這首詩充滿了天真的語言 童趣的語言之類的 那 我就問鄉蘭阿 因為我跟他就是朋友 往列出上有問 我說那個馬列的筆阿 是不是就在講馬列的筆這樣子 然後 他就承認了 那時候因為某個事情很生氣 所以他就寫下來了 然後 可是 可是 你們不覺得詩人何其無辜嗎 我跟鄉蘭的例子應該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 這樣講好了 今天當作你們都不認識我 沒有聽過我講的話 也不認識崔鄉蘭 你們考試卷上面看到這個題目了 你們課本上看到這個題目了 你會不會相信詩人真的覺得 實物 剛剛那首題目 那個題目那首詩裡頭 實物真的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考試這樣講 啊 我就被人家陷害了 那 對鄉蘭來講 他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 就就就就就 大家就 還是對詩有一些刻板的印象跟想法 然後 詩就被教成這樣 好 我們做完了一些很荒謬的 講題 我現在要回來唱中央 呃 扣回去剛剛開始介紹的時候 大家 有自我介紹 我想可以回應一下 今天有一位 城市工程師來到現場 我覺得非常棒 我旁邊的許賀呢 他有一本詩集 叫做 網路詐騙高中生 電腦工程師會喜歡的詩選 真的沒有便宜 我去查 一看就知道 現代的人才會寫出來的東西 為什麼 以前 你要懷疑去寫這個東西 阿波多林 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東西是詩啦 光下標題都不會這樣下 呃 還有 有一位朋友 說自己是 比較經常讀漢詩 古詩 在想為什麼現在詩不能唱 介紹你一個會唱現在詩的團體 叫做少女假面團 今年 呃 七月的時候 由行銷企劃 跟編輯還有詩人三個人 組成的表演團體 呃 他們有粉絲頁 送了兩面團 我們都現場 直接做幾星表演 我本人也是其中議員 而且我們在中華大學做 不是做那種 念起來像演講比賽的詩歌朗讀 我們做詩的表演已經 那時候在學校兩年的時間 呃 三四五年的時間 每個學生都有主辦活動 所以其實 詩的表演應該是可以很多元的 只是說 他很難被討論 我們大家去認識到這些東西的方式 都還是 課本抗到處 所以我要跟 語文字優班的這位朋友講說 對不起 你今天來參加我們這堂 討論之後呢 可能還是回不去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給你 老師要的答案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這些事情 應該透過這些行動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認為詩不應該拿來考 不應該拿來用選擇題的方式去考 不應該拿來用 用負選題的方式去考 不應該拿來用舔空的方式去考 他不應該去下一個分數判斷 然後影響你一輩子 有人可以說 自己那個 大考的嗎 什麼的 現在還是有學測嘛 然後有那個叫什麼東西 直考 對 我那時候也是考直考 因為假案一樣沒過不考評案 有人說考直考 不會影響你一輩子的嗎 有沒有人敢篤聽的這麼講 現在有誰 太好了 你真 中流底豬 你 你現在有考別的嗎 因為我覺得科舉很麻煩 科舉很麻煩 因為要吸一堆儒家鴉片 好 謝謝這位可和分享 那我的意思是其實大部分的人 應該還是覺得這些考試是有影響的 所以當詩會出現在這些考試裡面的時候 詩會會影響你 我認為會啦 心情上就有影響了 所以我呼籲 現代師全面退出 那個十二年國教 全面退出所有的教科書 不要出現在考試題目裡頭 不要出現在選擇題裡頭 甚至我個人主張是不要考作文的 因為作文給分數的方式很奇怪 我個人認為 因為作文他只能考出老師喜歡的作文 他沒有辦法寫出你想要寫的東西 如果文學創作不自由 我們做什麼文學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看這些詩 不是有感而發主動去接洽的 主動去深入的 那你看文學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你就是為了考試而已嗎 真的只是因為這樣子嗎 有沒有有趣的文學 除了讀書 除了讀詩集之外 大家會讀小說嗎 可能會 我知道像我父母親的那個時代啦 文學還蠻興盛的 因為那時候 一方面是娛樂的選擇方式比較少 所以他們幾乎什麼類型的書都被讀 那有些人會把出版不景氣 怪罪到選擇太多身上 我覺得這是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 這是作文學創作 跟這些創作的人忽略了 市場閱讀的心理 這真的是 你自己寫自己喜歡的就好 還是你寫到了很多人喜歡的東西 想要的東西 你到底為什麼去做文學 為什麼要讀它 如果文學不吸引我 為什麼要讀文學 如果詩不吸引我 為什麼要讀詩 為什麼考試裡面要考 而且我答錯 會印象我一輩子 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公平 這不是教育應該告訴我們的 我認為詩 重點不在於告訴你正確的劇情 不在於告訴你要陌生化 不在於告訴你要形式主義 等到你以後大學要專攻文學 你要去讀那些理論跟大師之進 那是你家的事 那是你個人的選擇 但是當我們沒得選擇 只能在考試的時候去背現代詩 去看題目去寫出來 錯了還要到後會 講你的分數的時候 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認為詩的重點應該在啟蒙 應該在啟發你 你覺得這個東西有趣 你就可以寫 你就可以看 但是 在這麼荒謬的題目底下 那要怎麼啟發你呢 我跟剛剛那個考題 我男所思的考題 我跟我那個朋友爭論了很久 那個人的年紀比我還小 而且是蠻年輕的 一個有個失色風球失色 裡面其中一個重要的人 我就請不講是誰號 他說 他覺得八號出境考題裡 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新一代的創作者 我說你是在害新一代的創作者 因為他們都對我們有壞印象 他們更不想去讀詩了 因為這個答案沒有道理 你確定你這樣是激起他的興趣呢 還是破壞他的性質 還是在現在世上再繼續雪上加霜 我跟幾個朋友討論 就是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也是 有在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那這些朋友他們是覺得 也不像我講的這個樣子 對因為我跳太深了 因為我一直在從事相關的這種 閱讀的事情 他們會說 事實上一般的人應該是無感 他們就覺得這個題目出得不好 就跳過了 那不論如何我覺得他這麼做 事實上也確實沒有辦法幫助 現代的人去認識新的詩人 或者去閱讀別種詩 今天許賀的告別好詩 你待會可以念一下你的詩 今天許賀他的詩 如果被出境考題裡面 下那種方式被考 他們還能夠享受 許是許賀帶給他的樂趣嗎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提到許賀應該在考試卷上面 寫到許賀的Facebook ID 叫大家不去加 這樣你才能夠學到許賀在寫什麼 他講什麼 他才能啟發你 這才是閱讀 不是告訴你正確答案 你就會對閱讀的興趣 所以這些教育 我個人認為 他跟今天的黑箱教育 他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毛病 就是他們的決策圈很小 這些老師他們並不理解 現在的市場跟發展是什麼 不論他們寫什麼東西 或者他們過去的時代有多風光 他們都不能夠明白 現代的人怎麼看現代詩 他們如果不明白 現代的人怎麼看現代詩 那他們坦的 就不是現代詩了 是五六年代詩 現代詩不當代 所以他對現代詩的刻板影響 還在幾十年前的情勢主義 我認為要打破這個 黑箱教育的做法 只能衝幾個地方做起 第一個就是有奇蹟降臨 那個 就是突然有一天 老師們都自發的出來 想到說這個方式不可行 我們應該好好的鼓勵學生 多圖課外服務 跟他有浮動 讓現代詩變成像有沒有 有沒有像他熱音社的 或者戲劇 研究 或者什麼動漫社之類的 是因為老師會考嗎 不是嘛 是因為你覺得這東西很酷 你喜歡 對啊 那詩色是為了什麼 詩色 成立詩色的這群人 就只會出十開 你有沒有想過 把寫詩的樂趣 告訴大家 讀詩的樂趣告訴大家 動漫討論會 會一起看動畫 會一起玩遊戲吧 會一起談論一些事情吧 會提起更多的力量吧 那詩人在做什麼 詩人在做什麼 是不是只有好好寫自己的詩 而已 他們覺得自己好好寫自己的詩 就可以了 所以詩會 我個人認為 種種因素之下 影響了大家對於詩的看法 那我第一種方式呢 我個人真心認為就是 跟這些有關的教育的東西 尤其考題跟課綱 或者課本內容 事實上 就跟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的 課綱內容 跟歷史史觀一樣 我覺得現在詩的史觀 也要有很多元 他不能夠只存在 現在大家認為的 抽獎難頭的一種史觀 但是我們看現在詩的時候 他是不是還是講說 現在詩不居隔離 然後他就把一堆大詩的名字 給唸出來了 最後叫你選出他們的自決順序 這就是現在詩缺乏多元的觀點 缺乏多元觀點的 現在詩不自由 他還能算是現在詩嗎 對我來說 那不是我要追求的現在詩 那是某一種現在詩 如果決定現在詩的 編教科書的人 永遠是這些人 考題永遠是這樣出 而沒有任何反應的話 大家也覺得 不要我給你 那當然寫了一個 現在詩的黑箱教育 這個是搭順風車 不好意思提莫想的 就是會感覺大家突然 很有興趣 因為黑箱最近很夯嘛 對吧 可是他設上黑箱很久了 只是因為他很夯 我才顧比大家這個順風車 而是現在詩教育真的很黑 大家回去仔細想想看 就可以想到 到底先 到底課本裡面 告訴你的詩有哪些 你如果自己有興趣 去參加台北詩歌前的活動 或者你自己有興趣 閒暇之餘去多讀一些 比較年輕的詩人 有創作的作品 或者不只是詩集 呃 我跟許鶴 就是我們做獎勵書版 都曾經出過一個詩刊 叫做出詩 出詩 出詩是一本沒有詩的詩刊 因為我們覺得詩太多了 沒有詩的詩刊 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本 談詩但不寫詩的詩刊 我們相信 很多人他們會讀詩 不見得是因為 只看到一首詩 而去受到吸引 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力量 讓他們想要去寫詩 大家想要寫詩 絕對不會只因為說 我看到一首很棒的詩而已寫 可能因為你心情不好 可能因為心情很好 可能因為你要告白 可能因為無所謂 但是影響你寫詩的原因有很多 所以你的養分來源不會只有詩 你的養分來源在於 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之後 你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討論它 然後盡可能的 讓我們接受詩的養分 不會只有現代詩的這個國民教育 我們可以盡量多製造一些選擇 大家才能夠回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然後去談論現代詩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詩吧 我個人想到的解決方式 大概是這些 那我這個段落暫時分享到這邊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許賀 這樣大家有沒有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我講的時候可能會不會講很多 很無聊的詩 接下來就換很無聊的詩接棒了 那我們那時候在想要怎麼談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要提出黑箱教育這件事 但其實我完全沒有反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那時候要做告別老師 也是建立在詩是什麼教育的問題上面 然後才想要做告別老師 你要先問一下大家有沒有聽過告別老師 對 有人聽過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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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要跟他談成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背景 背景就是說 許賀不是就是我啦 我不是就是說 從本來就很叛逆的人 然後就一路要來告別老師 在養成教育的過程中 就是我從高中開始看 所以我從國中開始看了現在 是覺得自己來寫寫看 然後就很不幸的 得了學校的一個很小的做比賽的獎 那我一輩子沒有拿過獎狀這樣 我就覺得那我今天是會寫的 從那一刻開始然後開始接觸寫詩這件事 那一路從國中高中 然後也得過一些文學獎 到大學 然後大大小小的 一點點都是小的文學獎這樣 好像我覺得我寫現在是這樣 一直到這個幾年前 我離開這個正職的工作 我理由是跟我老婆說 每個人都有那種追求 那我這時候已經工作了十幾年了這樣 那我就用我的蜂蜜的那個理由這樣說 我想要出一本書 所以可以給我兩年的假期這樣 那這件事情是一連串的爭吵 長達一年 最後終於因為我們的韌性 我補充一下補充一下 這樣講太單單 對你的家庭背景沒有很多錢 對 許鶴的老婆 欸我可以跟你個人有意思嗎 可以可以可以 許鶴的老婆是金融業的 所以錢賺得還不少 其他多 再來呢 許鶴你說你要出去 那個自己做自己事業的時候幾歲 37歲 37歲 你有幾個小孩 兩個小孩 幾歲 那個時候一個1歲一個2歲 請問你是他老婆 你要不要把他出來 好 然後我就 好 就做了這個事情這樣 那我當然心裡面有覺得 是應該長什麼樣子 可是啊 我已經剛剛講兩年 我想要累積一些作品 然後出一本書籍對不對 那就完蛋了 根本沒有那些事可以來出書籍 花短長的時間寫啊 然後也寫不出來 然後當然我覺得 什麼樣是詩的標準 那我就回顧我 學寫詩的這段歷程 發現其實我從來沒有上過課 你知道嗎 我從來不知道 什麼叫做寫一首詩 可是我就開始寫 然後一直寫 一直寫 然後也很不幸的得播 一些很小的情 好 那我就會著急 然後 要想說要怎樣才能 把詩寫出來 然後 去跟出版社提案 出版社也覺得OK 答應你 然後幫你做一本書籍 然後就可以跟我老婆說 我混了兩年 沒有白混這樣 那我 還會回去工作的 那這段時間 就是當然會有交集跟焦慮 然後我就遇到了一件事 就是我到這個 國際式樂節去參加一個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 我們叫艾力士的五茶約會 就是我跟家瑞都有去 我們有十幾個 私人在那邊 然後他抽籤 就是想要去參加的那個讀者 就抽籤 然後跟私人一個一聊天 那我在那個環境裡面 我做的主題 跟整家瑞那時候做的不一樣 他就是跟大家很開心的 玩跟私有關的那個 我解釋一下 他聽起來有點不煞煞 他就比較了解 那個狀況有點像去診所看醫生 我們每個人要掛號進去 所以說我來看家的人都在樓下 等掛號 抽號碼 上去之後看到你抽幾號 你去找幾號的小姐跟先生 然後我們對面對面坐下 每一個人準備自己要準備的東西跟他講話 我那時候 我自己的設定是師的銷售員 所以我那時候準備了我認為有趣的東西 跟他分享 包括那時候我們做的長詩帶 錄詩跟小粉的 我就是跟他表演 就是做給他看那個詩的合體 編輯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為什麼做這個東西 也不然買帶子 還不然買詩集 那許鶴彈講的一件 那我就做了很白痴的事 就是我那時候在做詩的公共話 結果就找了十個詩人 每個人給我三首詩 然後印成一本 然後你也給他聽的 那我們的走向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無聊一點 所以我都遇到一個問題他都沒遇到 所以說講完了聊了十幾分鐘 然後他就說 欸這樣子學會我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你覺得什麼樣的詩是比較好的 那你推薦我兩個人去看這樣 沈教育都沒遇到這個問題 但我都有遇到 我因為我是推銷員啊 我已經推銷完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啊 我就在想說 這下糟糕了 我為什麼還不知道 就是他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想過 但我沒有得到過答案 這樣 那遇到這樣的問題呢 每個人都有這個回答的策略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心裡盤算 我有兩個策略 一個策略是逃避 逃避的講完講就是說 其實詩什麼叫做好 什麼叫做不好 有很多觀點 十個詩人可能有十二種觀點這樣 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 我希望你自己去閱讀之後 找到你的好事 叫做逃避的做法 那聽的人應該馬上都聽得懂 嗯 被學會也可能不知道 那有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就是選擇戰鬥 選擇戰鬥的做法就是要跟他說 我跟你說 好詩啊 就是最糟糕的東西 好 一首詩怎麼樣好 怎樣不好 你定出那個標準 就是因為詩 詩的環境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發展不下去 所以那麼少人要看 所以我就選擇戰鬥 選擇戰鬥的時候 當然就會講出這樣子的話 之後我就想 那我要怎麼跟他說 這個不要去執著好這件事 我就想到怎麼樣圓我 我要圓一下 你要說 其實啊 詩啊到目前為止 都因為這個好跟不好的關係 所以被區別出來 好像一個城堡一樣 然後很多好詩在裡面 有熟軍有沒有 其他人供不進去 所以呢 詩應該呢 要打破好詩好這件事 那怎麼打破呢 我的比喻是這樣 就像杯子一樣 杯子的功能是拿來喝飲料的 像現在是喝水 對不對 那它也可以喝茶 也可以喝咖啡 也可以喝啤酒 也可以喝葡萄酒 等等 所以呢 杯子應該有不同的 因為它的功能 不同的造型 而且有不同的等力 不同的價值 那如果是喝茶的 你那種 典長級的紙紗糊 一套很貴 然後它又有歷史的淵源 它又有藝術的價值 可以要上百萬 那如果喝咖啡 也有那種 藝術等級的 像法蘭茨那樣 一套要幾萬塊 但是杯子裡有喝啤酒 就是 三個六百塊 那也有一種是喝水的有沒有 就是紙杯二十塊給你買十個 那無論是哪一種杯子對不對 杯子有 很有藝術價值的 也有拿來喝水的 無論是哪一種杯子 它們都是杯子 那無論是哪一種杯子呢 它們很重要就是 你把那個液體喝進去 你的飲料喝進去 然後你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說 所以呢 也許吃不一定只有好的很重要 那它有別人 所以也許有一些詩 叫做紙杯等級的詩 但是現在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也不實用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不一定要只看好詩 也可以看任何的詩 你手邊看到的都可以 那這一句話呢 我怎麼兩天講了五次的 這樣子 臨時想到它的成像 講完之後我就想 欸對齁 我都會跟人家講 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那所以我就想 兩天活動之後的晚上 那一天晚上 我覺得說 那我來講一件事叫告別好詩 就是好詩我以後就不要寫 就是那種藝術價值很高的 那當然有人在寫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生產一些紙杯等級的好不好 所以我想說 那我來生產一下 可是怎麼樣來實踐這件事情呢 因為寫詩都有 就是我跟家瑞不一樣 我當他十歲了 為我的包袱 就是他可以比較 理直氣壯的講 只要你跟他的連結 就是文學就是創作跟閱讀 都是為 都是因為我們其實有感 而產生意義 但是我當他十歲 或在那個 那個環境裡面 所以我講的問題還是 就是怎麼樣好怎麼樣不好 他就覺得我無聊 就是 就是去糾纏那些問題 但我還是就 因為 我在講告別好詩的時候 的前一年 我剛剛還在做好詩這個網站 然後隔一年我就講告別好詩 解釋一下 應該是說 應該說 就算年紀跟我一樣 也有很多人有包袱 對 就是他們對於 詩好不好自己 能不能把詩寫好 非常非常的在意 他們因為 也有人因為說 我覺得我詩在寫不好了 我就不寫了 我認識很多人 是這樣子的想法 對 那他們可能忘了自己 為什麼要寫 他們一開始要寫的時候 應該沒有想那麼多吧 那許賀當然是有他的包袱 不然他就去找到 然後呢 我想說 那怎麼樣可以來實踐這件事 就是那這樣好 我規定我自己一天寫一寫 在這個 然後貼在臉書上 那在很多詩人都一天寫的時候 我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唯一的一個 只是我跟他們的態度不一樣 他們都要好大的意氣 很特別去寫一首 他們覺得不錯 可以說服自己的詩 貼在臉書上 不是這樣寫 我想說 一點寫一首 就沒有時間改 然後可能十分鐘 就寫好一首 就對了 就把他貼上去這樣 那他可能不怎麼好 偶爾會有一點 可能不怎麼好 那所以他貼出去的過程 就有個心理健身的時候 不然你已經寫好這一首詩了 你只要說他是詩 別人可能不覺得 那你硬一點 說是 這樣 應該沒關係 啊 你就要告別好事 所以寫的不怎麼樣 沒關係 那你寫完了 寫完了 今天的任務怎麼達成 所以你要按Enter 然後送出去 那果然就 可能又不怎麼樣 那這件事情 我本來設定上是很孤朴的 就是我有一個好朋友 叫木焱 是一個詩人 那我今天跟他講這件事 然後我有把詩帖給他砍 他說許晃成功啊 果然寫得不好 所以他其實沒什麼好討論 就是我 假設我跟沈家瑞說 我有寫三種蛋的詩 然後你覺得我寫得怎麼樣 那這可能好為他嗎 許晃成功啊 然後你寫了果然三種蛋 我就結束了 沒有什麼好回答 那是蠻好討論的這樣 然後 這件事情 我想的還很開心說話 這是一個 好有趣的一件事 那我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做了一個多月 然後有兩個人 那個 在原書上 很用力的打我臉 以前就是沈家瑞 然後覺得說 許晃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好做 另外一個人就是幫我出世紀的 紅大哥 這樣 我的原來女孩 不想交給阿伯 在黑眼睛出了 他講得更毒一點 他說許晃的告別 好像是根本 就是講一題 不曾寫過好事的人 如何告別 我覺得應該會聽我的 在臉上 就立刻把他打臉 我要解釋一下 首先我要覺得 我要先說的是 我覺得許晃的詩 還是寫得太好了 我覺得許晃的詩寫得不錯 阿伯格斯 是非常酷的 非常非常酷 就是他 特別是你如果 對他的背景有些了解的人 你就會發現 他的戰場 他塞斯裡面的戰場 都在家庭 他在描述 看起來日常的生活片段的時候 都會堵到那個中年男性的悲哀 非常悲哀啊 你就這樣回去 就這樣看許阿伯的臉書 你去看一下他寫的那些東西 你會發現很好笑 很好笑很重要 很有感啊 有感啊 我覺得那是文權的一個起點 對 所以我要講的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去反對告別好師 我只是指一告別好師 這個名字 我覺得告別好師 它有策略上的盲點 這個再往下數下去 可能會有點太窄了 我想我先讓許多搞話講完 待會如果有機會再回應 好 那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 講到現在就是 我覺得是很個人的事 就是說 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 很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好師不要再寫 那我現在在寫 我在實踐 寫不好的詩 然後貼給大家的卡 可是寫不好的詩呢 在這兩三年來 有一個好處 就是親朋好友 我也會跟你討論一些什麼 因為 好不好不用討論 如何寫得好不用討論 如何有藝術性 已經不用討論了 那親朋好友 在裡面討論的時候 那你講這件事 我的感想是什麼 或我有沒有遇過 像 常常來 有 曾經剛才之前常常來 跟我留言的一個 人是我以前工作上的長官 他有一個小孩 跟我小孩一樣大 所以我每次寫我小孩的時候 他就會來留言 就他說他家小孩也怎樣 然後我們就比較一下 他們兩個可能有共同的問題 然後留意就會一串這樣 那這段時間我就覺得 我就特別幸運的是說 在臉書上面的詩 有一個現象就是 沒有人要跟你討論寫得怎麼樣 因為很難討論 通常就會寫得好不好 應該怎麼寫的 可是在各位老師這邊的詩 就沒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來討論說 那你兒子現在怎樣 那你現在工作怎麼樣 那你寫這個社會事件 或這個 比如說去年有社會抗爭的時候 寫了之後 那人家會說 那你有沒有去啊 我說我有去 差點被打這樣 就說好險你有多遠一點 就是說 就是 大聲在那裡談 你在寫什麼 那 這件事情啊 讓我想到了一個 一件事情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我在 我親愛講的話就是 跟沈家月有反對我這樣講 但是 所以我要特意想說 我親愛講的話 要加上廣告兩個字 就要特別要求 就是說 就我個人的感覺 就是說 有一群寫古詩的人 跟過去古典詩的人 那群人的生活 詩是一種表達方式 詩是用來跟朋友 互相往來的 那尤其是 一些就是讀書人 寫詩這件事情 是他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可能一整天出去 一群讀書人出去玩對不對 然後 這個 這個遊歷的 這個坐船 遊舞 然後到了一個羊瓶 然後你就會發現 有一個柱子洗乾淨 其他數字都是字 因為家庭已經在前面 幫你都洗乾淨 所以我到那裡就要寫一首詩 那你萬一 才華幫在家裡沒有寫 你就很囚 所以 不管好不好都要寫 吃飯 也要行酒令 就是寫詩這件事上 生活的一部分 那很多主流的娛樂 也跟詩綁在一起 比如說戲劇 說書 還有很多 在我現在看來 比如說我現在生活上來 可以接觸到的 有一些 我小時候接觸的到底 你接觸不到 比如說金戲 歌仔戲 布袋戲 每一個人物出場 就是那一首詩 那你 聽完那首詩 就知道他是誰 是將軍 還是蘇貞 還是麥燒明 對不對 那首詩就比較大 所以他很多人物都有出場詩 那小書裡面也有很多詩 比如說大家有看過西遊記嗎 就是厚厚文那一種 有看過舉手 好有幾問這樣 這樣講起來就不孤單 西遊記裡面你會發現 所有的打架都是用詩來表達的 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要跟搖拐打架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首很長的詩這樣 走到大 跟用詩來處理 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過去人的生活跟詩類很接近 並且寫詩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告別好詩正在實踐這件事 就是每天都寫詩貼上去 然後有人回應這樣 可是這件事情呢 是有生活條件的 有經濟 應該是說社會條件的 為什麼過去這麼的A 不是那麼的A 過去為什麼詩這件事情啊 它有那麼多的門檻 而且在風格上會那麼的一致 但是對我來說啊 它是有社會條件跟經濟條件 過去啊 在兩千年以前 甚至更早以前 如果你寫詩沒有發表的話 沒有在詩刊 復刊 文學雜誌發表的話 是沒有人看得到你 所以除了我們的親朋好友之外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你寫詩 但親朋好友又可以說 比如說我寫的是 拉蜜是我告訴同學 沈家運 我叫拉蜜 我寫給他看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喔許多你要把馬子 然後就覺得寫字很奇怪 一樣 沒有人要看你寫什麼 所以以前那個時代 如果沒有發表 那你就 你就好像沒有寫一樣 你也欣賞很難跟你討論這個事情 那如何發表呢 報紙的副刊 跟文學雜誌 以及詩刊 那些資源都是很稀有的 很珍貴的 尤其是詩刊 有的詩刊 這是詩人賣房子來辦的 所以 任何一個人可能寫一首詩 頭的稿過去就會被看出來 應該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會有風格的要求 寫的好不好的要求 所以在那個時代 詩啊 它是惡人論 寫的好的叫詩 寫不好的就不是詩 就詩與非詩 只有這兩種 沒有壞詩 也沒有爛詩 就只有詩 不是詩 所以在這個理念 我們就回顧到這個 那個 好哥他一開始講 欸 某某某寫的是詩嗎 就是以前的觀點就是這樣 只有詩跟不是 好 可是這件事情在現在啊 看起來啊 這個條件也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寫好的東西 才貼到臉書對不對 親朋好朋友就看到 這是強迫式 這是新的時代 我們貼好之後 就會出現在對方的牆上 有沒有 所以這是強迫式 我貼了 那我有100個朋友 就會再給你看到 那我有更多朋友 就更多人看到 所以呢 現在可以 詩是可以拿來 生活 就是我可以寫的貼出來 然後有別人看到 然後 偶爾會給你回憶一下 那我覺得 許惠可能是特別幸運 就是我的朋友 小學的 國中的高中的 都會有在流過眼說 許惠你這個詩喔 我有什麼感覺 可能有的人比較少 那我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啊 它在現在 是一個實踐 比較 這是有復古的嗎 就是 以前的人 可能就是 他寫是 他身後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 要告表這件事 可是呢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有一場 長達兩天的還蠻 就是 不由我們來一個 蠻長的一個 討論 但是激烈一點 就是我跟我的學弟 要請 做了一個 告別好詩這件事的討論 我一直覺得說 我做這件事情 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我 那個時候我把回答的問題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回答 好詩 它到底 怎麼變異 但是 好詩這兩個字 是比較取巧的 因為 過去 過去只有詩跟不是詩 所以 那個 那個問句應該是 詩要怎麼定義 而不是好詩要怎麼定義 好詩要怎麼定義 是我特別把它 說成這樣 我把它講成 好詩要怎麼定義 那 特別講好詩要怎麼定義 這句話的用意是說 有詩不好 對不對 有詩是好的嘛 對不對 那有的詩也可以不好 所以呢 目前告別好詩的整個這個戰略就是 在爭取不好的詩的生存權益 一直在 一直在努力中 但是我也希望 好詩 它可以被定義出來 它可以有人來談這件事 所以告別好詩這件事 就不能半復而非這樣 而且不能只有默默地做 它就是要大張其鼓 然後呢 要去除詩集 就是許賀詩嫌 這樣才可以除詩集 然後 那 就會有人 很擔憂說 啊 告別好詩會不會讓詩談敗壞 那 這當然都每一個環節都是刻意的 就是說 要告訴大家說 詩寫成這樣可以除詩集 那 詩也可以寫成這樣 那 那 透過這個角度 我希望 可以讓 有人來告訴我們 真的詩應該要怎麼寫 怎麼樣叫做好 好 因為 我們一直在鬧詩這樣 它就 必須出來正等輕略 只是 三年來 這樣子的人 還沒有那麼多 我希望它會越來越多 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繼續鬧詩 然後鬧越大越好 所以就是 還會在未來 設計更多的事情來 來 這個 擾亂 這個環境 那我就覺得 在教育這個領域上 嗯 詩應該怎麼寫 怎麼樣叫做詩這件事情 始終呢 它都 嗯 怎麼叫 不夠開話 一直在黑箱裡面 它始終都沒有讓大家很容易的就接觸到 知道應該怎麼寫 那個 白靈 海蕭蕭 它有講 現代詩的 怎麼玩一首詩 然後怎麼寫 什麼現代詩的幾次這種玩法 還什麼之類的 這個東西大家 那個 圖克來哪裡查一下 都不知道 一直有人在傳授方法 還有 類似作文般的狀況啊 它有教你怎麼寫 會有那個 文學講源的 然後那個 文學音有在教你寫詩啊 老師會幫你聽 你這個東西轉換不好啊 你那個Muse女子沒有下來 你那個答案的腦袋 那個之類的 你那個句子應該要寫得熟練一點 還是怎麼樣 那個有啊 這幾十年的許賀 這些東西 問題不是在講的那樣子啊 對啊 但是我會覺得說 一直沒有 對我來說 我就是沒有接受到 該應該怎麼樣 或是 沒有 沒有現在是處理 但是 我覺得這一切這一切 對我現在的策略來說 就是 要一直鬧事 要一直讓大家覺得 詩可以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然後可以 那 很重要的是 別人看了 可以討論 有感覺 那 這件事情呢 目前為止就是一直在進行中 那 希望啊 希望就是說 它慢慢有更多火花出來 但是目前為止 就是詩寫的在難 都還是會每年 除一本以上的事情 然後讓大家覺得 欸這樣也可以啦 過程中 有幾個故事 就會有幾個朋友啊 他們都會覺得說 欸 這 許特寫這樣 也可以是詩 我也來寫 其中我兩個朋友 是本來不寫詩的 都還因為 還寫得蠻勤勞的 然後最近都有在詩刊上 可以看出來 也算是 我認識的 我知道裡面 也有練演的朋友是 就是 也因為 這個 許特做壞示範之後 他們有進入寫詩 那我覺得不錯 那 另外一個 好 先等另外一個之前 讓我們那個 拉面講一下好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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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要做結論 沒有 那我另外講一個件事 好 詩這件事的未來發展 我一直覺得 詩寫的如何 應該是最基本的事情 詩這個環境 有太多事情 跟怎麼寫詩沒關 但是呢 他現在又變得 那麼有 這不說重要 那麼多的 讓我們需要去注意 其中一個議題 應該是說 怎麼樣詩有環境 有空間 讓更多人認識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那 拉面的做法 家喻的做法 他就覺得說 應該跟更多的 其他的表演 或跟其他的類型 結合 那我一開始不太懂 這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認識那種 不同類型的人 然後後來有一次 在前年十月的時候 我在重慶 就是做了一個 創意市集的一個 叫什麼 他們是 他們是那個 地產公司 台灣就是建築公司 建設公司 然後他們有一個 十萬人的建案 那個建案過去都找明星 找過林志玲去演唱 找過中國的歌手去演唱 那開過演唱會之後 很多學生來聽完之後 走了 並免買房子 那這時候 台灣就公必秀 開演唱會 然後我們就有十五個台灣的 藝術工作者 包含 像我們是寫詩的 也有人做 皮件 皮雕的 也有人做插畫的 也有人做裝置藝術的 也要去做一個創意市集 這樣 那我們就去了 去到那邊之後 我們是全程免費招待 那個案子他們要花了四五百萬 整個這樣做 還有包括媒體宣傳 就是有台灣的人 來做創意市集 那我們就去 然後他們要了那個 滅火器去演唱唱兩天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還沒有打雨天過 哈哈 就去唱兩天這樣 那中間又有一個議題 就是又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的創作計畫 就每一個小時寫一首詩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做不到 但我已經告別好詩了 人尊嚴都拿來小吉他採了 所以我已經可以做到 一個小時寫一首詩 而且這一個小時 寫一首詩的 那每一首詩要在 他們會有一個許願榜 上面會有人寫那個許願卡 我要每個小時去許願卡 拿兩張下來 然後從裡面去挑 挑選一張寫一首詩這樣 所以是 不能先寫好 那就發生一些是 因為我每個小時寫一首 然後我要唸給大家聽 那唸魔器呢 每一個小時唱完就有十分鐘 休息 我就要上去唸給大家聽 這樣 好 那我去唸了 一個早上之後到下午的時候 就有電視台來 就說要採訪這件事情 有滅火器來演唱 然後有台灣詩人來唸他的詩 然後我們要上去被 訪問講兩句 我就覺得 我可以嗎 唸這媒體對不對 然後那個 地產公司的公關經理 就來跟我說 許賀 快我們等一下上去 你唸完詩詩他採訪你 然後我說 可是 你說台灣來的詩人 我可能沒有那麼有名 對不對 可能很多人都可能是我的 而且沒有帶條性 應該是更有名的人 然後我正在那邊 那個 怎麼講 有點猶豫的時候 那個地產公司的經理很霸氣的時候 許賀 這裡沒有別的詩人 你就詩人 所以我就是講了 然後 講了之後呢 那後面還兩三天還蠻多 那個重慶的大學生跑來玩 他會跟我聊 他們也想要寫東西 寫詩 然後看了我的詩集才 裡面的詩才發現 這跟我平常多的不一樣 所以他聊了一下 那還有一個點 就是 我們有一個 那個 中置藝術的工作者 他自己搭一個房子 然後在那邊畫畫 在太陽底下 身材很好 有六塊積穿一個紅短褲 然後全身刺褲在那邊畫畫 畫了一整天之後 我就說 許賀 我覺得我跟妳學鞋師好了 我說 欸 怎麼會 妳不然想要學鞋師 他說 好像學鞋師比較好 怎麼連湯匯都我妹 我沒有畫畫畫 整天沒有人來理我這樣 好 那就覺得 這件事還蠻有趣的 就是 寫詩也可以去供地修 那我後來後面想講 講談的是說 寫詩真的 詩這件事需要 跟更多的事情連結 那供地修這件事 也是一種可能性這樣 那大師三師三 好 我想先簡單呼應一下 因為裡面 有些事情我先澄清一下 雖然我跟曲賀看起來很熟 但是 我覺得我的意思常常被他誤會 首先我不是說 是要跟不同類型的人結合 我覺得是要反過來 回到你想做的事情 不會只有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發現說 也許你的興趣不會只有走 你可能是個興趣廣泛的人 或者說能夠代表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能只透過寫詩 你可能同時需要寫詩 你可能需要演戲 你可能需要唱歌 你需要表演 你得想一種方法 盡情地表達你自己才可以 我覺得是創作的慾望 他也是 某種手上也是一種閱讀的慾望 因為你今天 如果說 我也沒有看過 有人真正 只讀詩其無讀的東西 對吧 許惠今天 他遊戲玩得比我還兇耶 他就是 玩線上遊戲啊 什麼的 然後漫畫也是看啊 動畫也是看啊 今天在這邊跟大家坦思 搞什麼啊 對不對 可是這很正常啊 因為你本來就不會只探思 所以 我不會說 是要跟不同類型的人 結合 或者是做不同類型的事情 而是我們不要否認 我們的可能性 我們真的要 從自己想做的事情出發 這樣才能夠做出有意思的事情 那 只是剛好我好像 興趣比較廣泛 所以認識了 朋友跟表現的方式 可能稍微多一點 然後就動不動被講跨界跨界 但是 但是我不認為那是要跨界 是 這些根源其實是很類似的 在於你能不能清楚的 認識到你自己是誰 所以 有些人他們根本也不需要跨界啊 他其實自己光是好好的寫 他可以寫出真的很厲害的東西 我也很喜歡 我有些朋友是這樣 他寫的很慢 他也不用每天寫一首 他也不用告別誰 他自己可以 他自己可以好好的在那邊 那 所以我的觀點 大家應該發現剛剛許賀講的話 不好意思 讓我再反駁一下 剛剛許賀講的話 有很多東西是前後網頓的 我們一開始在談的 關於詩的觀點 跟他自由自在這件事情之外 他又一直在提好跟壞 在談詩與非詩 在講說 以前的人就是那種 是不是詩 是詩的好像都是好的 所以我今天來參與他進去 告訴你也有壞詩 我個人的觀點 我認為他跟信仰一樣 他是一個自我認同的問題 今天你做為一個人 你做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你不用局限於某些人的師官和想法 包括今天台上的幾位 待會兒 我覺得許賀大陸都是在開玩笑 他看起來很認真地講一些話 但其實你要用玩笑話的方式去理解他 你不能全然去相信玩笑 你要有幽默感 你看作品的時候最好也要有幽默感 這是我的觀點 你也可以不採取我的方式 比如說我覺得要寫中很認真 他是很認真的 你遇到一個很認真的人跟他開玩笑 他揍你啊 所以你幹嘛去跟一個那麼認真的人 跟他說我就是要認真的開玩笑 這是你自討故事啊 這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創作這回事 他沒有好跟壞的問題 只有洗濤的問題 對你來說 你喜歡什麼 你不喜歡什麼 你要先搞清楚這件事情 等你搞清楚了以後 你會主動去選擇他 但是是他有另一個結構的問題 就在於說 今天當他 因為剛剛許賀跟我都一直反覆的談到 就是當他被太過於精緻化 或者擺到殿堂 或者被局限得太過小眾的時候 他在市場上可供選擇的 你平常會接觸到的東西就很少 那當你選擇少的時候 你就有刻板印象 那就變二線群化 所以我的做法 是讓市場更多元 我先告訴大家說 其實也可以怎麼做 也可以當然做 許賀也可以告別好吃 我不反對 這是他個人的流派 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今天有一些詩人 他告訴 就是在告訴別人講說 他覺得許賀在敗外風氣或怎麼樣 好像在特地的在打壓他 那我覺得有好的東西 他會在那邊 就是他認為好的東西 典雅的東西 高的東西在 可以關在像樣他以後 就在那邊 小圈圈的東西很精緻 那也有不同類型的東西 市場應該是要這樣才會比較健全 但這個市場 他也應該可以接受彼此的存在 雖然我們剛剛搞了很多老師 或者是講話看起來激動一點 但我只是針對說 我目前接受的管道 是比較難一個 那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些產生失的認知的很多狂架 跟這些階級的問題的話 都還是要回到你自己本身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獨自判斷的能力 而且每個人的心理的標準答案 應該都是不同的 都有些微的差距 如果大家可以坦承面對自己 如果你可以坦承面對自己的喜好 是不是是你說的算 好不好你說的算 不要像許惡那麼在意好人壞 他就是太執著在好人壞 才會被人家批評 被人家用這種方式批評 因為你講告別好師 人家就問你說 那好師是什麼 他就挖洞給自己跳 你知道嗎 所以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還是要回到你的初衷 那時間好像也差不多了 那現在 現在是那個提問時間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現在有人要問嗎 一次三個 一次三個 還是不知道問時間 那我再 好 那先一個 還有嗎 現在還有人 還是大家再想一下 那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 我 我在 就是這場之前 我有稍微 聽許惡講的一些東西 然後 我覺得那個概念 不是很難 但是可能會一直引起誤解 就是說 到底什麼叫 告別好師這件事情 聽起來其實很簡單 應該是說 呃 我們 很多人 把思想的太 太深奧了 好像是一種 許惡問 或者說 反正不是我們一般人 可以接觸的東西 那 我覺得那個 告別好師那個理念 最主要就是說 就算你今天寫的詩字 像有些人在講 他們 是不是有什麼 有的 有 如果大家 有在網路上 應該常常看到這種東西 就是 正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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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嗎 正元體 有 有多少人不知道 還是知道正元體 舉手一下 我還蠻多的 所以 正元體 到底算不算師 有的人 他的認知 正元體就是師 因為 比如 就是我們講一句話 你這樣好好講 你就覺得他不像師 但是我如果把它 切掉 他就變成 現代是 的 黑箱 作為 黑箱教育 這樣聽起來有點像師 對不對 那我想現代式的黑箱教育 就是一句話而已 很多 有很多人的詩寫出來 其實就是正元體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對 但是 我覺得 許惡要講的就是 正元體就是一種詩 對不對 正元體就是一種詩 如果你 什麼詩都不會寫 那就寫正元體 我覺得 這應該是告別好詩的意思 所以 你是暗中在支持 沒有 那個 那個 如果大家去看許惡臉書寫的 就會發現 跟正元體不一樣 因為許惡心裡 還有好詩的意義 所以他現在的告別好詩 寫的其實是好詩 寫 壞掉的正元體 呃 不一樣 不是正元體的 東西 我不是說他寫的是正元體 我是說 他的正元體就是一種詩 他也可以是一種詩 對 但許惡會覺得那個東西不好 對 哈哈 而且他絕對不會寫 對吧 你不會寫 跟他講就是我 最近有一本書 用片的勇士 連愛用廣告 廣告 那個序裡面只有一句很短的話 就是說 呃 寇小師 其實他只是有一個很卑微的願望 就是未來寫詩的人 他用這首詩 很爛 來取代 這不是一首詩 就是說 很爛這個詩 他還是有生存權 這樣 所以正元體他可能 不好 但來自一首詩 他還是有詩的生存權 這樣 好 那蔡振宇是一個詩的人 不是 我覺得 我是覺得正元體 應該不是他寫的 不是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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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如果有一天 蔡振宴宣告他是私人 他就可以是私人 對 那很神認 就是說 他的私寫的不好 但是他要先 但是他要先自己說 他是私人 你可以寫學習問他 問他 問他要不要出私集 他應該不是 那現在還有 大家有想出問題嗎 好 兩個 那先 我每天想要請教 兩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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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不知道通過 你們社會的詩 所用的 廣義的漢字 用了幾個字 我所接觸到的這個漢字集 在漢代的時候 到現在的一個傳本 有一份叫做集舊章 有一份叫做簽字 那 我要講的是就是說 在使用漢字的堆疊的過程 那 剛剛 在論述到一個所謂 吃得好 好壞 這個是因為 聯想到了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 他泡一杯咖啡給你 當你知道 你喝到的是 他用一顆一顆的咖啡豆 泡出來給你喝的咖啡 但有一位 泡茶給你喝 當你知道 當你知道 剛去從 茶樹 摘下來的茶葉 擋睡之後 泡了水 說 請你喝杯茶 唯一是說 當 用 描述一個 這個 感知 當你去使用文字的時候 你在這個使用文字的 檢取 跟去堆疊 這個過程裡面 現代詩 如果說 沒有 補師的格律的限制的時候 它是 它是 充滿的 非常 豐富的 自由度 可以 讓你有很多的想像 去把它 做 漢字的堆疊 那 我要說的是 當 一杯咖啡 你喝到的是 一顆一顆的咖啡豆 所做成的 所做成的 跟 被 打碎成 所謂的 顆粒 逆境的大小 得用 快速的 蒸氣 去 衝爆出來的 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是有 非常大的差異 那 這個差異 每一個人的品味 就可以 論述 那一杯咖啡的 好 壞呢 這是我指引的 第二位 那個 我是 南加大學 偉光施設的成員 我想要請問 許何老師就是 那個 老師你收過你的 貨文學獎嗎 那我就想問一下 那老師有沒有嘗試想要 想告別文學獎之類的 我覺得 這個應該也蠻屌的 就 因為我覺得文學獎 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在討論詩的時候 就有 有一次有一個主題是 文學獎體 怎麼樣的詩 容易得文學獎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違反人性 然後違反 違反創作慾望 違反個人一致的一個行為 我就想說 老師既然在告一好詩 那好詩跟文學獎之間 有沒有什麼聯繫之類的 那或是說 有沒有想過 就是乾脆 高評文學獎 就 跟人家評審 那個 翻桌之類的 不好意思 我先回應一下 那個 第一位先生的那個問題 我不知道我這樣理解有沒有錯誤 但其實我認為我不會糾結在 漢字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認為 語言是流動的 語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有沒有人覺得 就是 每個年輕人的語言程度 都越來越差 然後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都覺得話都不會好好講 然後蘇語原諒也越差 然後語言能力一直低落 有沒有人有這種想法 可能有 或許有 那我覺得這種想法 它其實是一個 嗯 在我的觀念來講 基本上這個想法有點問題 就是如果一代 比起一代的 語言能力要低落的話 人類到現在 應該已經不會溝通了 因為我們所說的話 已經不能是話 語言它是一直在 變化的東西 只有語言學家 他們會堅持在 一種正確的語言跟邏輯上 但我們 創作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經常試著去打破框架 所以說 不見得是在所謂的漢字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文字 裡頭去思考 就剛剛有講到 那個 以前是有講到 重的繼承 我現在都不知道 繼承什麼東西 跟橫的椅子 剛剛我們在前聊 不知道在椅子 什麼東西 我覺得現在也不是 什麼繼承跟椅子的時代 現在根本 現在完完全就是 2.0時代 就是超廉潔時代 今天你看 今天你如果回去 加了許賀的臉書好友 他的屎團碰的 跑出來 請問許賀是重的還是很的 他就是你點的嘛 對啊 對啊 這不是重的 這不是什麼可能重重的問題 我覺得 創作還是回到這方面去理解 那我認為沒有錯誤的語言 沒有不好的語言 就像剛剛提到的 沒有好作品跟壞作品的問題 是你個人意識選擇的差別這樣子 因為我相信我們自己寫的是現代詩 是當代的 不是漢語詩 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然後那個 不好意思 我先幫你回應 跟他那個問你 特別的問題 欸這個同學 我個人已經告別補助跟文學獎很久了 就是 因為是這樣子啊 我認為我跟許賀這樣的社會人 是有正直工作的人啊 不要去申請補助跟文學獎 因為我們有基本的萌生能力 我們可以在自己的能力範圍裡面去 想辦法出師級 想辦法再去破功的機會 因為這個圈子的資源現在很少 如果許賀現在還去爭取文學獎 是非常羞恥的 如果我沈家月現在有正直工作 我還要去寫補助 拿補助 才能夠創作 那說不過去的 我認為說不過去的 因為我有經濟生態來源 而且誰說我在工作我就不能創作 你工作之餘有你可以創作的方式 許賀37歲跑出來創業 沒有拋架 沒有拋棄戲子啦 但是基本上 當有兩個年幼的孩子 跟一個高興收入的太太在後面 虎視眈眈的 擔心的 他會不會人生走出歪路 在這個被負責人士巨大的壓力之下 是不是這樣寫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你們問為他的作品的話 會發現他就算在上班 許賀在上班的時候 或念書的時候 也一樣寫出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補助他其實是一個分配資源 資源是否分配正義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人 你去賺取那樣的資源 你已經是在上位的人 你應該想辦法把資源分出去 給沒有曝光機會的年輕人 而不是也不要鼓勵 也不要說叫你輕人不要去弄文學獎 我反而是要補吹一個概念 是相信你會寫得比文學獎訊出來更好 你要相信你能夠做到的程度 跟你有用的技術 超越那些老師告訴你的東西 因為你們根本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你們根本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你們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要相信你是獨立的 你絕對絕對是獨立的 你能擁有你的技術 尤其我舉個例子 劉某前輩說自己寫的東西叫超文本 詩弄到那個書位的論負的超文本 勇者兜惡龍算什麼 超小說 這個東西不能這樣子講 而且他做超文本有什麼美感 就是做起來之後 我個人認為就是非常的懷疑 那個東西我不覺得好看 所以我可以不認為 他擁有藝術的美感 那相對來講 在熟悉使用網路跟不同工具的時代 看到那種作品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那個東西不怎麼樣 因為我隨便就會說超越你的東西了 但是礙於你要叫他一聲老師 你還是不敢講我做這超文本 可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其實擁有超越他的技術跟能力 因為你跟他是在不同世代的人 相較之下他也有他所具備的能力 他的一些生活經驗是你所沒有的 所以你們完全在做不一樣的東西 因此我個人認為是 文學沒有一個終點跟一種真理式的追求 文學是一個不同風格的較勁 你們不是在追尋一個共同的道路 而是在發現彼此有不同創作的時候 受到啟發而去創作更多的創作 因為創作而產生更多的創作 才會讓這個市場 才會讓整體風氣變得更茁壯 我所相信的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的問題 那我現在 我先回答到第一位先生 關於漢語的問題 那如果不是我的話 其實我 第一個問題是用了多少字 我覺得我不用字真的是不做多的 就是說我所使用的文字跟詞彙在詩裡面的就是我平常講話會用到的 不會有藍的字 不會有很偏僻的字這樣 那不會去用很古典的編故 因為 其實我知道可能很多讀詞人連結不到 那因為 現在人讀 閱讀跟過去的人閱讀不一樣 因為過去的人閱讀過很多時間 可以查白色學術啊 三剛七字典啊 從 這個字看起來怪怪的 然後解謎 發現這個字背後有不一樣的意義 的這種樂趣 但我覺得現在的人的閱讀沒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大致上就會用很一般的文字 就是大家用得到的講話 會用到的原來寫詩這樣 那 我覺得就是說 所謂適合自由自在 它應該是一個最開始的承諾也應該堅持這樣 所以 現在是應該是沒有規則啦 但是我承認我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三四月的時候有被逆行到 就是說 我參與了某一個詩刊的最後評審 然後真的有看了幾首超過我底線的 他們覺得是我覺得不是這樣 所以我還是問我的問題 還是有討論問題 那我還是有 就我以為我沒有界限 但是實際上看到了還是有界限 就是這樣 那 事實上發生了就承認 就還是有這個 但我還是 調整了三個月之後 我現在還是相信是沒有界限 我覺得是發覺的 的問題就是在自己設界限 但是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也不是不能自己設界限 但是你不要 就是不要搶加自己的標誕片 這樣就好了 對對對 其實在那個標準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我覺得 文學獎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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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真的缺錢的話 當然就要去投文學獎 沒有什麼告別的 但是 就是當代現在的文學獎 真的不含有任何文學獎 跟價值 因為你得到之後 不會有人記得你 也不會有人討論你 你得了幾個文學獎的手獎 也不會有人記得 也不會有人找你出書 所以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有一種人 叫做文學獎列人 你們大家有聽過這個詞 但我也認識幾個 那他們就說 其實我只是證明說我會寫 那我一直希望有人來找我出書 那你們都不知道我出書對不對 那我就每年20個手獎看 還是沒有人知道我出書對不對 那我就每年 撈個五六十萬的文學獎獎獎 獎金我就可以獲獲 那他們 其實你覺得他們這樣很惡劣 一直在搶大家的錢嗎 其實他們一直在證明說我會寫 我很會寫啊 趕快來讓我變文學獎 為什麼不要呢 那 但是我之後發現他們 每次繼續寫 繼續在文學獎念的大獎 有人都得了 兩大報的文學獎的閃文的大獎 都得超過五次的 就是首獎都得超過五次的 這樣 可是 他們去年有的 開始出小說之間 可是之前他們有的問題 就是說 已經沒有文學意義了 就剩錢的意義而已 所以大家缺錢 然後不要關心 還是要去問一下 那 他們 他當然有一個 可以討論意義 就是 因為他的評審結構 所以造成 他的風格 被故作化 就是那樣的世衛和形 就是因為評審結構 我們沒有改變 什麼世衛的人 都不會改變 就是 我覺得文學獎就是這樣 好 那 接下來還有人 來 先整點吧 兩位老師好 我想說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知過 《校圓文歌》 然後《校圓文歌》 今年才當過四十週年 其中有好多首歌 都是 源自於那個 周大師的那首作品 我講了一段歌的時候 我再也忘了 我認錯 空間的歌聲 裡面是世界的詩 這段歌應該有聽過 鄭松宇的字 那校圓文歌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做法 就是楊千老師 他唱《江湖上》 一座表演 是你的國家嗎 還是一片大陸 是你的祖國嗎 其實剛剛講說 現代詩 不論是文字的表達 或者是 任何這個 所謂的 古詩句的那個 格角 或者是 學藝的創作 都有來自不同 不同階段的那個 曲本 然後成立了一個階段 叫做打勒詩 你看到什麼事情 馬上你的思緒就出來 馬上可以損失 打勒詩 最厲害的是 趙英博士 他的思路 我想兩位老師 你們應該有錯過 那 我手上這本 我手上這本 我手上這本的一些咖啡 戰記 我翻到 也原是 中文爺老師的千流化 他還是問文字上 我講其中的小剛好 他說 少說也有 八條白 三千多狗 這個新聞就很平常 不是說 很刻意的 美人們 白話 白話的話 現在是能夠觀點 我剛從這樣的一路看下來 我筆記進行很多 可是相對的 你要怎麼詩人 創作者也好 骨者也好 你要怎麼讓他去感性 去骨 整個重點不在於創作者 也不在於骨者 因為詩的風格 從古早到現在 甚至台語本身又很多 像剛剛第一月那個 老跟他講 台語的詩 我曾經研究過那個夏娜老師 夏娜老師他 基本上創作的詩 他的台語風格 到現在 還是受人增進 所以我想說 真正問題點 不是說 好詩與不好的詩的存在 你真正風格是 在那個詩的架構內容 OK不夠 OK不OK 你如果不OK的話 你再好的詩 沒有人去 你再完美的詩 也沒有人去欣賞 所以我想說 這是我今天 原本就像剛好是我的母難日 我今天剛好有 很容易來做這一場 但是我也想到說 詩的好 其實有他的美戰 詩的不好 也有他的不好的美戰 真的好的一手 跟美的一手 是藥龍和藍人欣賞 任何總法成功 都可以表達 謝謝大家 我感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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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學習 謝謝大家 我大概的 簡述一下 剛剛聽到的一些 想法 是說 如果自由 就是現在心思 他定義就是所謂自由遇到的心事的話 這其實跟我們所謂自由主義就是 當然是這個自由主義是一樣的 你在沒有任何規定的情況下面來說 並沒有一個可以去平定好壞 那到頭來他就會變成是 當下的人就要發佈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本來欺人他們自己去平定好壞 你如果沒有一個規定的東西 沒有一個明文規定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由人去平定好壞 那我們現在所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現在上面的這些人平定好壞的方式太過於主觀 他們用他們自己的印象 他們自己對文學的印象 那譬如他們就是教授 他們跟大部分的人可能差距太遠了 他們用他們這個印象去投射上去 然後要我們其他人去背熟 要我們這些人去信仰他們的這些信仰 那這些並不是大部分的人對他用吧 那的確就是詩是一個 詩是被當作一個語言他用 但是他也沒有所謂的好壞之分 但是你不能夠就是說 你如果你要讓他有一個 可以被脫穎而出之類的話 那他其實都還是會有所謂的好壞之分 就像是我們雖然現在都在講鄭愁語那些 但是鄭愁語那時候也一定有一些詩人 他是 就是沒有出 就像是我們那時候講的很多寫在柱子上面的詩 就是那時候可以寫幾千首 最後留下來的東西就只有這些 這是我大概的看法 謝謝 那非常謝謝兩位老師的演講 那我想要就是簡單問幾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你們因為你們的詩 然後我想就是當成的情況的時候 就是你們在寫詩的時候 就是想要是因為自己的心情抒發呢 還是還是為了要可能要出就是 可能詩刊之類的 就是然後就是你們或是 整個就是社會的所有詩人來講 是大多數都是哪一種哪一種的位置 就是到底是抒發心情還是 還是為了出版而創作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想要把就是詩 就是詩於這種文學 那我想如果把跟跳投這個框架說 因為剛剛老師有講就是 講到說那個教育嘛 那我們的國文教育 我們的國文教育其實就是 就是剛剛有提到非常多 很很很 我們覺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那您覺得應該我們現在 不管是高中或是國中的國文教育 應該要是怎麼樣的教學 就是不管是教學或者是課章之類的 那這是我簡單的講的問題 南輝老師好 首先先謝謝剛才前一輪的先生 讓我啟發一下我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他提到就是 我們要不要參加文藝獎這個東西 對 那現在像北部高中還有南部 一個聯合辦的這一個聯合文藝獎 對 那我們現在我們長官方 好像也面臨到就是 我們該不會辦文藝獎的問題 那剛才魯老師您剛才說的就是 平整之路上我們可能有一些交錯話 那還有好與不好 那怎麼去定義 所以我想請問文藝獎這個東西 我們有沒有辦它的必要性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它有沒有達到鼓勵 整個文學風氣的提升 對 那第三個就是它有沒有其他的影響 這樣 好 謝謝 還有 好 開始 沒有影響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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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大家好 好 謝謝就是 就是兩位詩人的分享 因為你們剛剛 其實感覺出來就是 詩其實是一個非常自由的東西 那我本身不是 我本身是學理功課 所以詩的東西 不文學的東西 對我來講其實也是都非常困擾的事情 就是 就今天談教育談詩嘛 然後 所以我想 第一個問題 或是第一個分享 我們先談 詩的方面 等一下我會再分享一下 關於教育方面的 詳法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 剛剛有提到說 詩到有沒有好跟壞 那甚至說 拆政員如果宣稱他詩人的話 那我們也應該就是承認 他的確是個詩人 那 接下來 他的詩是好或壞 也是個人憑定的 那 可惡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今天住在這邊聽 兩位老師 去分享 一定有一定的理由 要不就是你們的書寫得特別好 要不就是你們的詩寫得特別爛 我想你們應該不是 應該屬於詩寫得特別好的 那一類 所以還會在這邊跟我們分享 所以 我認為這個中間是不是 還是有些隱為的界線在變成是 我今天在台下聽 要不是我今天在台上講 雖然我沒有選錯我詩人 或者是假設我選錯我詩人 我詩我可以就上台上講說 我的詩就是 我今天早上 心情很好 健康很爛 然後 句點 類似這樣 那這個標準到底在哪裡 然後 第二個 就是 有關於教育的問題 那剛剛那個 嘉嘉老師有提到說 認為說 應該就是 現在是全面退出 十二年國教育 那 這個看法 在我看來是有點 真是 怎麼講 激進 因為這樣子 前面那個 一個提問者提到說 要不要舉辦文學獎 這樣子的活動 那 當然教育它本身它有一個啟蒙 的作用 就是其他女士 是要去喜歡 某一個科目 甚至你在選擇人生上面的一些指引 那 關於現在 現在台灣教育當然是有很大的問題 單選題 副選機 這個 我認為在所有的科目上面 都有存在的 就是這樣的問題 不應該用任何的選擇題 去 評斷一個 學生的標準 那最好就是 因為 比方說 就算在科學領域裡面 這也是一個非常 呃 不正確的做法 比方說 大家都聽過 我可能會學物理的 大家都聽過 劉頓第一定律 就是慣性定律 那 請問有人看過一顆 滾 滾到停不下來還窮嗎 沒有嘛 這不符合物理現實 可是為什麼它會成為一個定律 成為一個答案 這中間其實有很多的 就是論證 跟 而且大多數的哲學問題 要解決 那 我們現代教育顯然就是 完全忽略它的部分 那 這個不只是現代式 不只是國文 那 也不只是在科學方面 其實 呃 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那 所以說我會認為說 呃 現代教育是不是 在 因為 現在其實 這也很難下一個結論 就是需要大家來 幾十公里 但是 如果我們用 假設我們 呃 有老師去引導 我們還是要開課吧 總不能就是大家教育 全部都廢了 但是大家回去 看你有興趣做什麼 要做什麼 你愛打LOL就打LOL 然後 用這種方式來 所以做一個放任式的教育 這樣也不對 那 或許就是 以一種 我們開課 然後以一種 通過或不通過 甚至是 你到最後你就自己評分說吧 我覺得我幹得不錯 或是 我覺得 嗯 這個不適合我 那 這個東西其實到最後 你在人生學的道路上面 還是看自己 那 可是 這個在現在 就是比較公立主義 或是 你要進入整個 職業或是市場裡面的 教育取向裡面 就變成不是一個 非常理想的方式 那 對 這是我有點想法 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這也是一個 算是 藝術創作 我主要做的 錄像藝術 然後我想要問 就是剛剛徐柯老師有講到告別好事 我覺得他有很強的民主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今天一人一師天天一師 然後票失失等值這樣 然後我覺得中間就會面臨很多的掙扎 就像我們在投票一樣是票票等值 但是每個人都會覺得說 自己經過很多辯證之後 那個票其實是想要發揮最大的效用 或者是說我的價值 可能我這些票的價值應該要高於其他的票 然後最後我想要問說 在告別好事裡面 這四個字裡面我剛剛探討很多就是好跟壞的區別 那我想要問老師就是關於告別這件事情 自己的掙扎 然後在創作上面是不是有在 對告別的掙扎上 把我的好事變得同樣等值 這件事情的掙扎上 能夠做一些想法這樣 謝謝 臺灣最早的信賴市是 三零年代的公車市社 那時候有很高的 那個時候有很高的 精英主義的理想主義 那五零年代 另一波普羅主義 是更激進的社會理想主義 那請問兩位老師 你們發覺現在的 跟你們同輩的師人 他們的理想性 有激進性 有改革性 有革命性 最終的理想是什麼 來 那先 這最後一位 因為 先大家 不然他們會記不清楚 好 我只是想要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 聽聽覺得告別好思這次 蠻矛盾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最近看到有東西 要在擊球 我想像我 因為我就常看到銀號 一定要背部的笑話 然後有天看到銀號 背部笑話有可能 那他說 為什麼背棘熊不怕人 他說 因為他是背棘熊 然後就很爛啊 可是 他卻讓我一天心情很好 然後我也覺得 就是 那 我們幹嘛去定 好笑話跟爛笑話 就是 那他這個讓我心情好 他是不是一個好笑話 那我也覺得 像剛剛提到說 剛剛 為什麼 一定有差別的事分 是因為我們在台上 來來台下 那我就覺得 那 就是 那是一定要 像分得這麼清楚 像有官方以前的好指 這樣 那 joke 還寫笑話 那種笑容 也可以出書 我可以不會當他是檔士 可是他還是可以在台上 跟我們分享 就是我很覺得 這可以是一個 風格的差異而已 我可以喜歡你風的 可是我不用說 你的事很好 你的事不好 可是 畢竟風格會輸到沒有 我可以喜歡你 對 這是我的分享 我自己的感覺 謝謝 我想我先回答 因為我在做筆記 可是許樂美在做筆記 我猜他已經忘記要回答什麼了 所以我想我可以採用一個方式 就是我回答的時候 他會回答起問題 所以我答一題 他答一題 這樣 OK 我 我 不好意思 我先謝謝第一位先生 我終於是看到 就是一個詳情詩的人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做創作 跟那個 認識詩的一個 最大的動力跟熱情 那 我也希望透過 無論是我們各種觀點的激盪 或者是任何的機會 都可以再增加 很多人他們願意詳情 是可以很美好 很有趣 很有空間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那 撲印 您剛剛的那個 說法 其實林平哥時代 當然我們也是很清楚 有非常多詩人跟作家參與 他們的創作 還有 其實比較早期 那些詩人跟藝術家 他們的合作 是很緊密的 因為像大臺北畫拍啊 還有那時候 我現在看他們當時的創作 依然覺得非常的前衛 非常的厲害 包括那個 我最喜歡的就是 大臺北畫拍宣演 那個 從頭到尾裡頭 充滿的那個諷刺 跟荒謬 跟那個影射性 都非常的強烈 看 你要說它是現在寫的東西 也不會過 所以我相信 確實有些作品 它可以 它可以跨越時代 不管在什麼時代看 你都可以 有改革越發 那我個人喜歡這樣的作品 回到剛剛一開始的講話 就是 我要不要判斷說 這個是個終極的作品 或絕對好的作品 這個事情 其實每個人會有這種標準 但是我喜歡這樣的作品 那 如果說現在的詩 因為雖然以前是 你有過那樣的時代 但我覺得 我們現在其實都遺忘了過去 很多 不論是詩的作法 或者是藝術的推廣 那當然受到很多環境上面的影響 現在出版產業 非常的不景氣 不能講出版產業不景氣 做那個 惡事創作的 動漫同仁類型的 他們的經常說 他們還是賣得下下角 所以我們講那個 出版不景氣這件事情 就是不把他們放在裡面 這樣不公平 是文學出版不景氣 文學出版不景氣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我覺得 導致 因為現在的觀眾 真的是越來越細了 他有一些技術性的方法 可以解決 那有一些比較新的出版社 他們有嘗試做這樣的方式 那不論是 像過去的話 他們跟音樂結合 跟藝術結合 讓很多人去接受喜歡 那個是過去的方法 現在也許也有 不一樣的方式 可以漸漸再產生 因為舉個例子好了 我本身做行銷 那以前行銷 可能大部分 都是商業類型組合公司 出版社沒有行銷啊 出版社的行銷 真的是這幾年 尤其是文學類型出版社的行銷 是這幾年才有的東西 那所以現在開始有個指稱 叫做那個 企劃編輯 就是 他不真的只是文字編輯 或美術編輯 他要有人來想企劃 然後他得幹各種雜事 這就是因應這個時代 出來的 那我相信 我們應該會有別的辦法 讓更多的人 去相信詩 去相信人群 那我們都在嘗試 這些不同的方法 許厚你記得這位先生 記得 我覺得 但是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作品 以及鼓勵創作的廣道 以及彼此交流的 彼此合作的這個場域 那現在就是當代現在2015年的 台灣的詩的環境遇到了好大好大的 我覺得不是問題 好大好大的狀況就是 過去的很多體系在現在來說 我的判斷就是崩潰 就是無論是推薦的體系 無論是曝光的方式 都跟讀者沒有什麼關係 過去有效的方法到現在都沒效 在這個全面都沒有效的時代 所以會有一些人做奇怪的事 譬如說許鶴做告疑老師 之間奇怪的事 那無非都是希望 在這個環境可以 無非都是希望環境可以感變 那一路走來 其實我做蠻多誇張的 愚蠢的 或是很好笑的事 都是希望在環境上面 譬如說我們辦食堂 辦了三期 然後花了錢硬了 結果賣得不錯 可是這三期的詩刊裡面 沒有一首詩 通通在談環境 就希望做很多事情 希望環境改變 那目前就是覺得我們看不到 那個環境改變的機會 最近比較厲害的就是 鬥點文創 出了很多我們不認識的詩人 但還賣得很好的 就是說他們用他們的方式 來改變環境而且有效 那我們也每個人 用每個人的方式來做 那過去的時代都有很美好的那些 那些很好的事情 很好的詩 變成歌 變成話 那只是說 過去的那些條件在現在都不具備 那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 應該說還在摸索方法的過程中 每個人都用它覺得可以做得來做 對 以上 好 然後 快速回應 因為時間好像已經破了 就是 第二位朋友師有提到說 標準的問題 就是 失落中只有沒有標準改定 不 或許我先反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樣的評定是有必要的嗎 你這樣判斷好壞是有必要的嗎 我相信是這樣子 就是現代詩跟任何的藝術類型的東西 它不像科學 科學你可以透過 我今天重複去試驗 反覆去試驗這個東西 100次它沒有差錯 這個定律就成了 之類的 你一手撕一百次你看看 它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人的心是在變化的 文化是變化的 人文的東西它沒有辦法用 我們所認識的科學方式去驗證它 所以它肯定就是另一種東西 所以雖然它 有些人會說 我們是有些人是做什麼 人文科學或智慧科學 但我認為它跟我們所談的自然科學 也依然是不一樣的 雖然看起來那麼多科學 他們只是用了類似的方式去思考 去判斷 但本質不同 所以我不認為 我們需要有一個標準出來去判斷 唯一的標準應該是你自己的心 我講到這個有點選啊 但我覺得 相信創作是自由的人 你會發現說 我今天如果我有信仰的詩 是一個絕對的自由 但是我自己心裡會有標準 許賀講那麼多好事跟壞事 他心裡面有個底線啊 剛剛大家都聽出來吧 我一直在採押他的底線 他自己承認他 他有些東西超過他的底線 那是你要不要承認的問題 其實那個底線都在你的心裡 那個不是在說 我告訴你說這個東西 是什麼言格律啊 然後要按照什麼樣的對障 公共整去做的 不用在語言上面的規則 你在你自己的生活會給你規則 你的審美會給你規則 你的世界觀念會給你規則 各種規則其實都在你的腦袋裡頭 你只要去面對它 你其實就會有你自己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 我想這樣子回應 你特別感謝你穿巨顏色衣服的先生 講了這個狀態 其實你的狀態就是我的狀態 你 反老師就是我反老師 你覺得很奇怪的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說 各位老師這件事情為什麼要出現一個 好像反派的角色的許賀 就是希望我一直鬧詩一直鬧鬧到 終於有人覺得受不了 就說許賀其實是有標準 那這個人要出來 許賀其實我們已經連結了十個室舍做了一個廚藝說 未來心思應該這樣寫 我也希望這麼難出來 然後再來就變了 就是說 目前就是你講的嘛 這些標準 這些好外都是A箱出來的 都是不明的嘛 因為都是不明的 所以 所以就是說 今天有人喜歡許賀的詩 或不喜歡許賀的詩 都淡品感覺嘛 那如果這件事情 是這樣的話 就把它鬧開啊 大家都淡品感覺啊 高梅老師一樣每年可以出司機啊 一樣每年出司機還賣不少啊 那 有沒有人要出來說 這樣不行呢 目前為止沒有啊 這三年來都沒有 就是說沒有人來說 這樣很不行 我們已經連結了一百個社團 我們已經連結了六大師社說 詩應該怎麼寫 詩應該怎麼定義 什麼叫做好 跟大家講沒有 就是因為沒有 所以我們就繼續鬧詩這樣 我 就是我的回應 我的想 我想就是你想的 就是這樣 怎麼以為許賀真的是很正客 怎麼以為許賀真的是很正客 他那個 好啦 那個話說人 那個那個 嗯 我也沒什麼資格說他 其實 OK 再回應就是 第三個問題 就是有問到說 我們為了什麼而寫 到底是自己想要寫來 一起來是為了作品而寫 嗯 我自己的性格是 我有很強的創作運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在創作 所以我知道那是我的慾望 我是為了那個慾望才寫的 但是剛好這個慾望之後有一些發展 比如說 可以有機會出來發表 比如說有人找我出版司機 但是他的初衷還是始終來自於 我去面對我自己要創作的慾望 我知道如果我不寫的話 會很悶 我就是得寫 這是我的想法 那還有第二個問題是 嗯 國文教要怎麼教 這個講完我要選部長 你知道嗎 嗯 我覺得要區分一下 就是有一個標準的 國語教育跟文學教育所同 就是 我教你認知 我教你認基本句型 教你社會裡面 大家認為說 這樣講話是對的 沒有語句沒有矛盾 邏輯沒有矛盾 這個東西要教 是國小就在教了嘛 對不對 那文法要教 這個東西是可以考的 你可以考排列組合怎麼樣 因為他教育你成為一個社會人 你進入這個社會之後 你有一個共同名型的標準 這個OK 但是文學能不能這樣子教 我覺得文學可以教 像我們今天這樣討論就很好 我們今天拿出來討論說 你真的覺得這樣轉化 用這樣子計法是好的嗎 我們不會質疑他的技巧 我覺得是可以的 所以他不能用選擇題的方式去教 那 這可能就會連帶呼應 就是剛剛後面有人詢問 有人說 覺得我講那個全面退出 國教有點太激進 我會這樣講也是因為 我知道我們以前教育的選擇 只有選擇題和是非題的原因 還有錯文 有考試要叫你做詩嗎 沒有 就算有考試叫你說 要寫詩出來 我看分數也很難提到 他跟作文的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對 所以我就 可以啊 我覺得作文可以寫我寫過 然後分數很低 他不能寫 他不能寫 而且他作文就是發 對 他不能寫 不能寫 現在進化了 好對不起 我怕代價的資訊 所以我會覺得 這樣子的教育 它其實是可以 它可以用國語教育 鞏固你去使用漢語 普通話 我講的話 我們社會共同使用的語言 這個OK 但文學教育的話 它不應該拿出來考 它可以 它還是可以在教材裡頭 可是它是補充教材的方式 或者它可以用分享的方式 我認為這是一個 比較好的解決做法 好 那個 我跟教育真的是差十年 同時代就覺得 就是說 對於寫作的時候 有一個發表 那真的在我 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 寫作如果沒有發表 就等於你寫過 就等於不存在 所以要發表 你才存在 你才等於你有寫這樣 那當然十年後 就漸漸沒有這個區別 因為我就貼臉書嘛 我貼DPS就有人看到 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發表已經廣義了 已經變成我只要 願意貼到網路上 它就發表了 這樣 就不再只是說 你一定要出詩集出書 或者看在看上 好 那這個是有 這個歷史不同的進程 那 就以前網路沒有發達的時候 還是希望可以 下午大一的時候 真的是DPS才剛開始 你貼在那邊還沒有人 還沒有詩版的時候 真的就是詩社 或譯文社這種社 反正說 學弟你給我一首詩 我們可以 那個 有沒有機會 看在創世紀 然後後來看出來 你是不是很開心 這樣 終於 還是會是這樣 但是後來就比較少 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教育這件事情 台灣的教育在 藝文方面 我都覺得 不是怎麼教邏輯 就是方向錯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 現在的藝文教育 在高中之前的邏輯 都是教你變成創作者 就是你要 教你是怎麼寫 教你畫怎麼畫 所以我們美勞課的時候 就要畫 音樂課的時候就是唱 那我覺得說 教你變成創作者這件事情 是 怎麼講 誠意過高 因為這個社會 不期待這麼多藝文創作者 每個人 有這種天分的時候 很多人都被壓抑說 應該去 讀有用的 的科系 那所以我覺得 可能應該 換一個方向就是 讓我們變成有藝文的數量 你知道什麼樣的音樂 是什麼的流態 你聽得出來 音樂產生的時候 你對它的知識 可以具備 然後 詩也是一樣 哪些人寫過什麼詩 他們的風格是什麼 我們可以欣賞 我就覺得說 教育應該不是 以怎麼解析一首詩 怎麼寫 怎麼樣叫做好的技法 這教育應該是教著 教育應該是教 怎麼知道這些人的基本知識 他寫過什麼 然後我們對他有基本的認識 跟欣賞的切入角度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我公立一點 正確一點就覺得 我們就很黑暗 許多的 有素養的藝人消費者 初出就會有人買 音樂會就會有人主動去買票 或是透過媒體的炒作 才有人去買票 你知道有一個指揮家 從國外來 你知道他是誰 你知道他有多重要 所以你自發型人去買票 去聽他的音樂會 而不是經過了 很多媒體講完之後 爸爸媽媽覺得說 他好重要帶我一起去 其實我也聽不懂 我在幹嘛 那 這是不一樣的啦 我覺得教育應該是 一種素養的教育 以上 好 然後剛剛有可能在問說 要不要半圍學獎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他不應該是那麼二元對立的 文學獎這個東西 我個人認為還是要辦 因為學生資源少 你缺乏這個鼓勵的管道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但是你也不要覺得說 半圍學獎 這個選擇權 或掌握權好像就在老師的手上 基本上 我覺得你們可以選擇哪些老師來 所以掌握權 實際上回到你們身上 是你要行錯怎麼樣的文學獎 如果你也不希望看到 教科書裡頭的詩 再被選出來的話 你就不要再找那一代的人出來選 你就不要再找以前 德國文學獎的人出來選 我們曾經有做過一個 很扯的東西 但是後來沒有 真的做成 變成一個宣告式的行動 叫做諾貝爾華文詩獎 諾貝爾華文詩獎 你要選出來的詩 是什麼 壞 爛詩 就是要選爛詩 但是我們會給新詩一個 就是好詩一個名次 那個是很久以前做的事情 然後我們給爛詩 就是媒體發表會 跟 跟獎金 對 跟獎金 對 因為現在文學獎 它其實缺乏的是 有效的資源 不是說我給你一個獎就有效 剛剛學會有講嘛 其實現在文學獎 這資源很稀少 然後它對你的影響力很流限 所以我們覺得 你要被認識的話 要長久的行銷你 得獎之後 要去行銷 這個獎很有效果 那時候做這個獎 背後的用力也是說 我們重新去思考 文學獎這個機制 你到底該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 你們可以想想看 你們要辦什麼樣的 類型的文學獎 決定好了 要辦什麼樣的 類型的文學獎之後 再好好討論 你們可以找誰來幫忙 這個 這應該會比較有幫助一點 辦文學獎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行動 可以講X19 就是一個行動 我們這個團隊辦過好幾個 不同的文學獎 文學獎其實就是一個行動 希望透過評審制度 希望透過各種限制跟規定 來改變文學獎的盛案 我們過去也辦過長達 應該是七屆到八屆的X19發文師獎 就是限制19歲以下來參加 然後評審下29歲以下 然後每一屆的第一名 就會變成當然的評審 然後五屆過後 就會完全由X19產生出來的首獎 變成評審群 然後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品味這樣 實驗是失敗的 為什麼失敗 太長的故事這樣 就是說 可以透過各種的實驗 然後來去法文具獎 辦的具備 是文學實驗的意義 謝謝 好 很快速的講 那個 對X19的興趣以下可以多多再談 最後兩個問題一起回答 一個問題是說 他最近覺得好像是 還是有好感不好 不然怎麼可能會在台上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能用文學的方式去理解 用文學的方式去理解 大家就先入個陷阱 我們用政治的角度去理解 我先解釋為什麼我跟許赫可以等在這邊 因為許赫辦的告別好吃 影響他一個同學叫夏圖導 不是學長 然後那個夏圖導 是折舞的參與者之一 所以他找我們來辦 聽懂嗎 請問他跟吃血的好不好有什麼關係 這是政治問題嗎 是我認識他 他認識我 然後如果領導階層的人認識之後 我就找人出來講 我其實想講的就是這樣 這很簡單 我們寫的好或不好這個問題 並不能夠用來判斷誰在台上誰在台下 台下一定有很多人寫的好 我相信這個邏輯是不同的 就是你不能夠用這種方式來判斷說 最後誰要留在台上 這個問題就這樣解釋 那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是 因為剛剛已經回答過那個 十二年國教的事情 所以這邊就屈心跳過 那最後有一個朋友問得很好是說 我們有沒有認識我私人想革命的 同輩私人的 理想性在哪裡 沒有 我認識的私人裡頭 我從二十歲做這些事情到三十一歲 沒有 就是始終是我們這一群人 那我歡迎就是有理想性的 或有其他想法的人 不用來找我們 不用來找我們 你們只要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那目前來講 實色比較有趣的 可能我覺得只有像好湯實色 因為好湯實色他們做一些 非典型的創作跟史堪的發表 也不太半場的危險 就不覺得講這些 他們還辦過一次師父 那個師父 那個師父路跑大賽 我跟許二 他去樂他兒子 我陪他樂他兒子 然後我們都得到一些獲獎的T恤 去走合林公園這樣子 走到一個段落就要寫一首詩 然後再往下走 然後就變成一本堪物 其實這是個行為 就是這樣子 那我建議如果有 對這個環境 不論你是要從事什麼類型的創作 鼓吹什麼樣的風氣 都要相信自己 手中是有武器有實力的 你的朋友其實就在你的身邊 那至少我跟我一群夥伴們 我今天出來講話 絕對不是只代表我一個人 因為我是受到很多人的影響 包含今天在台上的 許鶴 然後還有我背後其實 有蠻多的創作者 那我們彼此有這樣的共識 才有辦法一直支撐 只是我比較愛講話 然後看起來好像比較能夠發表 所以才會出現在台上 這講過的話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 因為他們不能講啊 不然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逼他出來講啊 他就只想寫啊 對那 所以我希望大家 也許聽完我們的演講之後 不論是多一點理想 或多一點想法 這樣的話 謝謝 好那個特別 就想要政治 還有民主化 票票等不等值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在當代寫詩啊 最重要的就是支持的力量 一群朋友 無論你從網路上認識的 還是學校社團 如果支持 一直支持的寫下去這樣 好 那 我以前是板中 我那時候叫藝文社 現在叫 我那叫板中 板中 青年藝文社 現在叫做板中 文藝青年社吧 名字不一樣 反正 我們那時候 一起在寫東西很多啊 然後我這一屆的人 以及我上一屆 下一屆的人 我們三屆的人 現在還在寫東西 我跟我另外一屆朋友 叫藝藝結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 過了二十幾年之後 唯一剩下 就剩兩個人 去寫 就是我們那三屆的人 可是 每 那每一屆都很多人在寫啊 格獎啊 很多啊 可是 怎麼辦 就是有朋友嘛 彼此底力 繼續寫下去這樣 然後寫了這麼多年 然後自己花錢出來出資集 就是支持的力量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看過在小說那個領域 透過彼此的支持 然後變成現在一群中間份子 那一群人 就是差不多我這個年紀的 一群人的名字 你們都很熟 然後我們以前玩過八批啊 玩過各種的彼此支持的方法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我們一個人都變成重要文學康務的總編輯 重要文學這個訓練集團的總見 然後再繼續做彼此支持 以及繁衍獨子獨尊的工作 所以小說戒就感覺很恐怖這樣 那詩沒有這種人啊 詩大家都很客氣啊 對不對 然後 就比較難 那 這個 詩這件事情 現代詩這件事情 然後好與外這件事情 在我的這個立場上 當然我是特別拿出來談的 就是也可以不談 也可以讓他寫開心就好了 那特別來談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要面對那個 同時兩群人的認同 一群就是完全不寫的人 完全不看的人 他們如果透過很簡單的 易懂的詩 或者他們也不覺得是詩啊 他就好玩就好的東西 然後接近詩這個領域 然後也開始寫也繼續寫這樣 那我始終 我還是要面對另外一群人 就是說 他們覺得詩是很高尚的 很 門檻很高的這樣一群人的時候 那我要跟他們用什麼語言來對話 那我的對話方式就是一直去戳他們 這樣子 沒有啊不用高商啊 不用這樣啊 不要認真啊 那在這個過程中 希望這次更多的可能情會發生 那 剛才是在談環境改變的問題 最重要就是有人如果真的想要 就會回應那個影響性的問題 有人真的想要做什麼 就我觀察 1993、94年以後到現在 所謂在網路上貼詩 然後尤其人被稱為網路詩人 到現在 在網路上很多人火力很光盛 但是沒有具體做出任何正面貢獻 意思就是說 過去無論是創世紀 還是後來龍竹詩刊 還是有一個年代的詩人在寫性器官的詩 這每一群人 他們的所有的行為 都包含了國權 都包含了爭取資源 都包含了強烈的主導師的風格 的企圖性 但是近20年是沒有的 沒有人發展風格的宣言 沒有人發展強烈的對上一代的批評 這些都是沒有的 這近20年都是沒有的 那沒有這些事情 就不存在改變這個生態 目前都是沒有的嘛 那因為這樣 那你也找不到一群志同造格的人 來一起做這件事 所以知道自己搞突擊性的可以做的事 所以我是覺得 有一種東西 我是覺得被一種東西陷害的 就是所有的厚的思潮 就是去中心 我覺得去中心就是這種狡卸主義 因為你要去中心 所以你不可以變下一個霸權對不對 那前一個霸權就超開心啊 你一直說我不可以 是一個 你一直攻擊我是什麼什麼中心 你一直攻擊我是什麼的霸權 那你不會是喔 我超開心繼續做霸權啊 所以所有的信仰 後什麼什麼什麼的的人 都沒有戰鬥力 我覺得是這樣 那請放下那一個 開始進行資源的強弱 開始進行奪權 開始進行風格上的主義的宣言 所以這樣子還有後面啊 如果都不這樣的話 大家都很開心啊 全部都很溫和啊 大家都來講去中心啊 但原來霸權是不會倒的啊 因為你不要變霸權嘛 這根本沒有威脅性 以上都是台灣政治的 那我覺得就這樣 好 謝謝